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地势空虚混沌,渊灭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神就把光从暗分开了。 神称光未咒,称暗未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 神说,珠水之间要有穷仓,将珠水从重水分开。 神就造出穷仓,将穷仓以下的水从穷仓以上的水分开了。 是就这样成了,神称穷仓未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汉地露出来。 是就这样成了,神称汉地未地,称水的聚出未海。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长出青草和结种子的菜书,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喝。 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尝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书,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喝。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天。 神说,天上穷仓中要有光体,可以将咒从业分别,做记号,定节令。 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上穷仓中,普照在地上。 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咒,小的管叶,又造众星。 神就把这些光摆裂在天上穷仓中,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将光从暗分别。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天。 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汇动的造物,又要有雀鸟,好非在地面以上穷仓之中。 神就创造出大金河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造物,各从其类,又创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天。 神说,地要生出活的造物来,各从其类,牲畜,爬物,野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又是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男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便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接种子的菜书和一切树上所结有何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经草赐给佗们做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显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天,创世纪,第二章。 就这样,诸天与大地并其中的一切都造齐了。 到第七天,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天卸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天定位圣日,因为在这日,神卸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创造诸天与大地的世代,在耶和华神造诸天与大地的日子, 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书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僵声器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魂的活人,名叫亚当。 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 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丛的里长出来,可以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 原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有何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原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 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树胶和红玛瑙。 第二道和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埃塞俄比亚全地的。 第三道和名叫西里结,留在亚树的东边。 第四道和,就是幼发拉底和。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在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合适的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途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亚当面前,看他叫圣魔。 亚当怎样叫各样活的造物,那就是驼的名字。 亚当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合适的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神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 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创世纪。 第三章,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便如众神一样能知道善恶。 于是,女人献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同他一起的丈夫,他丈夫也吃了。 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在一起,为自己编做裙子。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亚当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耶和华神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 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 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 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 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所做的是甚模式呢? 女人说,那蛇诱骗我,我就吃了。 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田野的牲畜野兽更甚。 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赤土。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未愁,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未愁。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分娩儿女,必多受苦楚。 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侠你。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说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地必给你尝出吉利和祭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说。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虎口,直到你归了地,因为你是从他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 因为他是众生之母。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 耶和华神说,看啊,那人已经与我们中的一位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被取所出之土。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栋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世纪第四章。 有一日,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我从耶和华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过了些日子,该隐拿地理的出产位公务献给耶和华。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制游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共舞,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舞。 该隐就大大的发怒,沉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 你为肾磨沉了脸色呢?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 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 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 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甚模式呢? 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面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 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 看啊,你今日赶逐我离开大地,我必不陷你面,我也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以至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故此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罗德之地。 该隐与他妻子同房,他就怀孕,生了以诺。 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 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亚利,米户亚利生马土撒利,马土撒利生拉麦。 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 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 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弦琴风琴之人的祖师。 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铜匠铁匠的祖师。 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马。 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喜听我的话语。 我杀了壮年人却伤自己,害了少年人却损本身。 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亚当又与他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塞特。 他说,因为神令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就是该隐所杀的。 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罗氏。 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创世纪第五章《亚当后代的家谱记》在下面。 当神创造人的日子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他创造男女并且赐福给他们。 又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称他们为亚当。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塞特。 亚当生下塞特之后,又再是八百年,并且他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死了。 塞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了以罗氏。 塞特生以罗氏之后,又活了八百零七年,并且生儿养女。 塞特共活了九百一十二岁就死了。 以罗氏活到九十岁,生了该男。 以罗氏生该男之后,又活了八百一十五年,并且生儿养女。 以罗氏共活了九百零五岁就死了。 该男活到七十岁,生了马勒烈。 该男生马勒烈之后,又活了八百四十年,并且生儿养女。 该男共活了九百一十岁就死了。 马勒烈活到六十五岁,生了亚烈。 马勒烈生亚烈之后,又活了八百三十年,并且生儿养女。 马勒烈共活了八百九十五岁就死了。 亚烈活到一百六十二岁,生了以罗。 亚烈生以罗之后,又活了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烈共活了九百六十二岁就死了。 以罗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 亚烈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童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烈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 亚烈与神童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 马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岁,生了拉麦。 马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并且生儿养女。 马土撒拉共活了九百六十九岁就死了。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 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 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祖的。 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五百九十五年,并且生儿养女。 拉麦共活了七百七十七岁就死了。 挪亚五百岁生了闪,韩、雅芙、创世纪第六章。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常与人相争。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在那些日子,有巨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有名的大理者。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创造的人和走兽并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 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韩、雅芙。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神观看世界,显示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看啊,我要把他们合得一并毁灭。 你要用割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离外抹上松香。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三百轴,宽五十轴,高三十轴。 方舟上边,你要造一个窗户,高一轴。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 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疑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而父,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爬物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托姆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托姆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 创世纪第七章,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一人。 凡洁净的禽兽,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禽兽,你要带一公一母。 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 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 挪亚就遵循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 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 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而父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 洁净的禽兽和不洁净的禽兽,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 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 过了那七天,洪水泛滥在地上。 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日那一天,大院的全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十昼夜将大雨在地上。 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善,韩,雅芙,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 他们和野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爬物,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 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 洪水泛滥在地上四十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 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 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普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水势比山高过十五轴,山岭都淹没了。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爬物,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 凡在汉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命都死了。 又除灭凡地面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 托姆都从地上被除灭了。 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存活。 水势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创世纪第八章, 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受牲畜。 神叫风吹得,水势渐落。 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水从地上渐退,过了一百五十天,水就渐消。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 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山顶都陷出来了。 过了四十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 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浅了。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让驼脚掌安歇之地, 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 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 看啊,脱嘴里有一个新摘下来的橄榄叶子, 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浅了。 挪亚撤去方舟的盖棺看,便见地面上浅了。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都浅了。 神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爬物都要带出来。 教徒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儿妇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爬物,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拿个泪洁净的牲畜,飞鸟线在坛上为繁迹。 耶和华闻那心香之气,耶和华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的,人从小诗心里原是怀着恶念, 我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众的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 创世纪第九章,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 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变满了地。 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比惊恐, 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行走的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 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书一样。 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驼的生命,你们不可吃。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兄弟也是如此。 凡留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神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说, 看啊,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 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的造物, 就是飞鸟、牲畜、走兽, 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 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 不再被洪水捡灭,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的造物所立, 世世代代的,永约是有记号的。 我把洪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做我与帝立约的记号了。 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 必有红线在云彩中, 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 活的造物所立的约, 水就再不泛滥, 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红碧现在云彩中, 我看见就要纪念, 神与地上各样有血肉活的造物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 楚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陕, 韩, 雅芙, 韩是迦南的父亲, 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 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 挪亚做起农夫来, 栽了一个葡萄园, 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 在帐篷里赤露着。 迦南的父亲韩, 看见他父亲赤身, 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于是, 闪和雅芙拿件衣服搭在肩上, 倒退着进去, 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背着脸, 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挪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 迦南荡受咒诅, 必给他弟兄做仆人的仆人。 又说, 耶和华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做陕的仆人, 愿神使雅芙扩张, 使他住在陕的帐篷里, 又愿迦南做他的仆人。 洪水以后, 挪亚又活了三百五十年, 挪亚共活了九百五十岁就死了。 创世纪第十章, 挪亚的儿子陕, 含亚夫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 他们都生了儿子。 亚夫的儿子是戈灭, 马格, 马代, 亚丸, 土巴, 米舍, 迪拉。 戈灭的儿子是亚士基纳, 立法, 托迦玛。 亚丸的儿子是以利沙, 他是集体, 多胆。 这些人的后裔将外邦人的地土, 海岛, 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 韩的儿子是古时, 麦希, 福, 加南。 古时的儿子是西巴, 哈斐拉, 萨夫他, 拉玛, 萨夫提加。 拉玛的儿子是士巴, 底旦。 古时又生凝露, 他在世上做起勇士,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所以俗语说, 向宁露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 以利, 亚甲, 甲尼都在世拿地。 他从那的出来往亚树去, 建造尼尼威, 利和博, 加拉和尼尼威, 加拉中间的利先, 这就是那大城。 麦希生路滴人, 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 拿福土西人, 帕斯鲁西人, 加斯鲁西人, 从加斯鲁西人出来的非历史人, 加匪托人。 迦南生长子西顿, 又生赫赫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 格加萨人, 西魏人, 亚籍人, 悉尼人, 亚瓦底人, 喜马利人, 哈马人, 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 迦南的境界, 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 直到迦萨, 又向索多玛, 俄摩拉, 亚马, 西匾的路上, 直到拉萨。 这就是韩的后裔, 搁随他们的宗族, 方言, 所著的地土, 邦国。 掌兄亚夫的兄弟陈, 是西伯子孙之祖, 他也生了孩子。 陈的儿子是以兰, 亚树, 亚法萨, 路德, 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 护勒, 基铁, 马士。 亚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因为在他那时的北坟了,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探。 约探生亚摩达, 沙列, 哈萨马菲, 叶拉, 哈多兰, 乌萨, 德拉, 俄巴路, 亚比玛利, 什巴, 阿菲, 哈菲拉, 约巴, 这都是约探的儿子。 他们所住的地方, 是从米沙, 直到西发东边的山。 这就是陕的子孙, 各随他们的宗族, 方言, 所住的地土, 邦国。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 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后, 他们在地上分位邦国, 创世纪第十一章, 那时, 遍地人的口音, 言语都是一样。 他们从东边迁移的时候, 再是拿地, 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吧,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挡石头, 又拿滑土挡灰泥。 他们说, 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 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河塔。 耶和华说, 看啊, 人民成为一样, 他们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想做的事, 就没有被拦阻的了。 我们下去, 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 耶和华使他们, 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 不造那城了。 因为, 耶和华在那里变乱遍地人的言语, 耶和华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 所以那城名叫巴别。 陕的后代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两年, 陕一百岁生了亚法萨。 陕生亚法萨之后, 又活了五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亚法萨活到三十五岁, 生了沙拉。 亚法萨生沙拉之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儿养女。 沙拉活到三十岁, 生了西伯。 沙拉生西伯之后, 又活了四百零三年, 并且生儿养女。 西伯活到三十四岁, 生了法勒。 西伯生法勒之后, 又活了四百三十年, 并且生儿养女。 法勒活到三十岁, 生了拉乌。 法勒生拉乌之后, 又活了二百零九年, 并且生儿养女。 拉乌活到三十二岁, 生了西路。 拉乌生西路之后, 又活了二百零七年, 并且生儿养女。 西路活到三十岁, 生了拿赫。 西路生拿赫之后, 又活了二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拿赫活到二十九岁, 生了塔拉。 拿赫生塔拉之后, 又活了一百一十九年, 并且生儿养女。 塔拉活到七十岁, 生了亚伯兰, 拿赫、 哈兰。 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 塔拉生亚伯兰, 拿赫、 哈兰, 哈兰生罗德。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 加勒底的乌尔, 在他父亲塔拉之县。 亚伯兰, 拿赫个娶了妻, 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兰, 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 是哈兰的女儿, 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 撒兰不育, 没有孩子。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 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兰, 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要往迦南地区, 他们走到哈兰, 就住在那里。 塔拉共活了205岁, 就死在哈兰, 创世纪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你的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索要指示你的地区,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位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各族都要因你得福, 亚伯兰就照住耶和华小玉他的去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十后年七十五岁,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兰和侄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亚伯兰经过那地, 到了世间地方, 摩利平原那里, 那十家男人住在那地, 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 说, 我要把这的赐给你的后裔, 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 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 直达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爱, 他在那里又为, 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后来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区, 那地遭遇饥荒, 因饥荒甚大, 亚伯兰就向埃及去, 要在那里暂聚, 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兰说, 如今看啊, 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 埃及人看见你必说, 这是他的妻子, 他们就要杀我, 却叫你存活, 求你说, 你是我的妹子, 使我因你的平安, 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即至亚伯兰到了埃及, 埃及人看见那夫人极其美貌, 法老的臣仔看见了他, 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 那夫人就被带进法老的宫去, 法老因这夫人就厚待亚伯兰, 亚伯兰得了许多牛, 羊, 骆驼, 公驴, 母驴, 扑币, 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 将大在于法老和他的全家, 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 说, 你这像我所做的是圣魔事呢, 魏圣魔没有告诉我, 他是你的妻子, 魏圣魔说, 他是你的妹子, 以时我几乎已把他娶来做我的妻子, 现在你看, 你的妻子在这里, 可以带他走吧, 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 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 创世纪第十三章,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的, 并一切所有的, 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的金, 银, 生畜极多,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 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 就是从前支搭帐棚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 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 也有牛群, 羊群, 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 因为他们的财务甚多, 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 迦南人与比利喜人在那地居住, 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 求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弟兄,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 请你离开我, 你向左, 我就向右, 你向右, 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看现约旦河的全平原, 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 那地在, 耶和华未灭索多玛, 俄摩拉已先如同, 耶和华的原子也向埃及地, 于是, 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 往东迁移, 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 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 渐渐挪移帐篷, 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 耶和华面前最大恶计,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 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 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 如同地上的沉沙那样多, 人若能竖算地上的沉沙, 才能竖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 纵横走遍这地, 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 来到西伯伦曼利的平原, 那里居住, 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创世纪第十四章, 当安拉菲坐视拿王, 亚略坐以拉撒王, 基大老马坐以蓝王, 提达坐列国的王的时候, 他们都攻打索多马王比拉, 俄摩拉王比萨, 亚马王士纳, 西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 西定谷就是沿海, 他们已经是奉基大老马十二年, 到十三年就背叛了, 十四年, 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 杀败了利法英人, 在哈迈杀败了苏西人, 在沙威基列亭杀败了伊米人, 在河利人的谢尔山杀败了河利人, 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 他们回到安密巴, 就是加迪斯杀败了亚马利全地的人, 以及住在哈喜逊他马的亚摩利人, 于是索多玛王, 俄摩拉王, 亚马王, 西扁王和比拉王, 比拉就是索尔, 都出来, 在西定谷与他们交战, 就是与伊兰王基大老马, 列国的王提达, 是拿王按拉菲, 以拉萨王亚略交战, 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 西定谷变满华土坑, 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 就掉在坑里, 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 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 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 又把亚伯兰的侄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 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 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西伯来人亚伯兰, 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平原那里, 曼利和以十个并亚乃都是兄弟, 曾与亚伯兰联盟, 亚伯兰听见他兄弟被掳去, 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三百一十八人, 带着兵器直追到弹, 便在夜间, 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 又追到大马士阁左边的河靶, 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 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 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 亚伯兰杀败击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 索多玛王出来, 在沙威谷迎接他, 沙威谷就是王谷, 又有撒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 他是至高神的祭祀, 他为亚伯兰祝福, 说, 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 神赐福予亚伯兰, 至高的, 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 是应当称颂的, 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 给麦基喜德, 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 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 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 我已经向天地的主制高的, 神耶和华举手起誓, 凡是你的东西, 就是一根线, 一根鞋带, 我都不拿, 免得你说, 我是亚伯兰富足, 只有少年人所吃的, 并与我同行的亚奶, 以十个, 曼丽所应得的分, 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创世纪》第十五章,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在意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 亚伯兰,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也是你大大的赏赐,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呀, 我姬无子, 你还赐我身魔呢, 并且, 我家宰是大马士阁人, 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 看啊, 你没有给我儿子,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就是我的后四, 谁知,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 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四, 你本身所生的, 才成为你的后四,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 说, 你向天官看, 数算众星, 能数得过来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意将要如此, 亚伯兰信, 耶和华, 他就以此为他的意, 他又对他说, 我是耶和华, 曾领你出了迦勒底的吾尔, 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呀, 我怎能知道, 必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 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犊, 一只三年的母山羊, 一只三年的公棉羊, 一只班鸠, 一只除鸽, 亚伯兰就取了这些来, 每样劈开, 分成两半, 一半对着一半地摆裂, 只有鸟没有劈开, 由鸟下来, 落在那死处的肉上, 亚伯兰就把鸵下飞了, 日头正落的时候, 亚伯兰沉沉地睡了, 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确实知道, 你的后裔必在别人的地位客旅,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并且, 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想大寿树, 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 被人埋葬, 但到了第四代, 他们必回到此地, 因为亚伯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 不料有冒烟的炉病燃住的灯,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当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里约, 说, 我已赐给你的后裔, 从埃及河直到又发拉底大河之地, 就是基尼人, 基尼喜人, 贾摩尼人, 贺人, 比利喜人, 利法因人, 亚摩利人, 迦南人, 格加撒人, 耶布斯人之地, 创世纪第十六章, 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不给他生儿女, 撒来有一个使女, 名叫夏甲, 是埃及人, 撒来对亚伯兰说, 请看, 如今, 耶和华时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的孩子, 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 撒来将使女埃及人下甲给了丈夫位妾, 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 夏甲就怀了孕, 他现自己有孕, 就小看他的竹母, 撒来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屈, 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 他见自己有了孕, 就小看我, 愿, 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撒来说, 看哪使女在你手下, 你可以随意带她, 撒来苦带她, 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 耶和华的天使, 在旷野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她, 对她说, 撒来的使女夏甲, 你从哪里来, 要往哪里去, 夏甲说, 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天使对她说, 你回到你主母那里, 扶在她手下, 耶和华的天使又对她说,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甚至不可胜数, 耶和华的天使并且对她说, 看啊, 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 可以给他起名, 叫以什玛利, 因为耶和华听现了你的苦情, 他为人避向野人, 他的手要攻打个人, 个人的手也要攻打他, 他必住在他众的胸面前, 夏甲就趁那对他说话的, 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 因而说, 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 所以这景名叫碧尔拉海来, 看啊, 这景正在加迪斯和巴列中间,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什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什玛利的时候, 亚伯兰年八十六岁, 创世纪第十七章,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 耶和华向他显现, 对他说, 我是全能者, 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亚伯兰脸浮在地, 神又与他说话, 说, 看啊, 我与你立约, 你要做多国的父, 从此以后, 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 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多国从你而立, 多亡从你而出, 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 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做客旅的地, 就是迦南全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 我也必做他们的神, 神又对阿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代遵守我的约, 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离, 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都要割包皮, 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 无论是家里生的, 是在你后裔之外, 用钱从外人买的, 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离, 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钱买的, 都必须受割离, 这样, 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 但不受割离的男子, 包皮未割的必从民中捡除, 因他背了我的约, 神又对阿伯拉罕说, 你的妻子撒来不可, 再叫撒来, 他的名要叫撒拉, 我必赐福给他, 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 我要赐福给他, 他也要做多国之母, 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 亚伯拉罕就脸浮在地喜笑, 心里说, 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 撒拉已经九十岁了, 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对, 神说, 但愿以石玛利活在你面前啊, 神说, 不然, 你妻子撒拉实在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至于以石玛利, 我也听云你, 看啊, 我必赐福给他, 使他昌盛, 极其繁多, 他必生十二个族长, 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 到明年这时节, 撒拉必给你生以撒, 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 就离开他上升去了, 正当那日, 亚伯拉罕尊助, 神的命, 给他的儿子以石玛利, 和家里的一切男子,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是用钱买的, 都割了包皮, 亚伯拉罕割包皮的, 是后年九十九岁, 他儿子以石玛利割包皮的时候, 年十三岁, 正当那日, 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石玛利, 一同受了割离, 家里所有的人, 无论是在家里生的, 是用钱从外人买的, 也都一同受了割离, 创世纪第十八章, 耶和华在曼利平原那里, 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 那时正热, 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 举目观看, 现有三个人在对面站住, 他一见, 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 屈身在地, 说, 我, 主,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不要离开, 你仆人往前去, 求你们容我拿点水来, 你们洗洗脚, 在树下歇息歇息, 我再拿一点饼来, 你们可以加添心力, 然后往前去, 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 理当如此, 他们说, 就照你说的行吧, 亚伯拉罕急忙进账彭县萨拉, 说, 你速速拿三西亚西面调盒在炉上做饼, 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 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 交给少年人, 少年人急忙预备好了, 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 并预备好的牛犊来, 摆在他们面前, 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 他们就吃了, 他们问亚伯拉罕说, 你妻子萨拉在哪里, 他说, 请看, 在帐篷里, 三人中有一个说, 到明年这时候, 我必要回到你这里, 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 也听见了这话, 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 萨拉的月经已断绝了, 萨拉就心里暗笑, 说, 我既已衰败, 我主也老迈, 岂能有这喜事呢?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萨拉为慎魔暗笑, 说, 我既已年老, 果真能生养吗? 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 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 我必回到你这里, 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萨拉一害怕就不承认, 说, 我没有笑。 那位说, 不然你实在笑了。 三人就从那里起行, 向所多玛观看, 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 要送他们一程。 耶和华说, 我所要做的事其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 地上的列国都必因他得福。 我眷顾他, 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 耶和华的道, 秉公行义, 使耶和华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耶和华说, 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 声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 查看他们所行的, 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 若是不然, 我也必知道。 二人转脸离开那里, 向索多玛去, 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进前来, 说, 你要把义人与恶人一同剿灭吗? 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 你还剿灭那地方吗? 不为城里这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义人与恶人同杀, 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那全地的审判主岂不行公义吗? 耶和华说, 我若在索多玛城里见有五十个义人, 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 亚伯拉罕说, 看啊, 如今我虽然是灰尘, 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 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 他说, 我在那里若现有四十五个, 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又对他说, 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 为这四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容我说, 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 我在那里若现有三十个, 我也不做这事。 亚伯拉罕说, 看啊, 如今我还敢对主说话, 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 他说, 为这二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亚伯拉罕说, 求主不要动怒, 我再说这一次, 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 他说, 为这十个的缘故, 我也不毁灭那城。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 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创世纪第十九章, 那两位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 罗的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 罗的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 他脸浮于地下拜, 说, 请看, 我主啊, 如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 住一夜, 清早起来再走。 他们说, 不, 我们要在街上过夜。 罗的窃窃地挤他们, 他们这才进去, 到他屋里。 罗的为他们预备筵席, 烤无酵饼, 他们就吃了。 他们还没有躺下, 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 连老袋少, 都来围住那房子, 呼叫罗的说, 这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 把他们带出来, 我们好与他们交合。 罗的出来, 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 说, 众弟兄, 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 看啊, 如今我有两个女儿, 还未曾与男子交合, 你们不如容我领出来, 在你们眼中怎样为好, 就怎样行。 只是这两个人, 既然到我设下, 不要向他们做慎魔。 众人说, 退去吧。 又说, 这个人来寄居, 还想要做官啊。 现在, 我们要害你比害, 他们更慎。 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 要攻破房门。 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 将罗德拉进屋去, 把门关上, 并且使门外的人, 无论老少, 尽都瞎眼。 他们摸来摸去, 总寻步着房门。 二人对罗德说, 你这里还有慎魔人吗? 无论是女婿, 是你儿女, 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 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 我们要毁灭这地方, 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 耶和华面前甚大, 耶和华差我们来, 要毁灭这地方。 罗德就出去, 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 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 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 天明了, 天使催逼罗德说, 起来, 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 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但罗德迟言不走, 二人因为耶和华连旭罗德, 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 并他两个女儿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 领他们出来以后, 就说, 你逃命吧, 你不可回头看, 也不可在平原站住, 要往山上逃跑, 免得你被剿灭。 罗德对他们说, 我, 主啊, 不要如此, 看啊, 如今, 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显出你莫大的慈爱, 救我的性命。 我不能逃到山上去, 恐怕有好些灾祸临到我, 我便死了。 如今看啊, 这座城又小又近, 容易逃到, 这不是一个小的吗? 求你容我逃到那里, 我的性命就得存活。 天使对他说, 这是我也应允你, 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 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 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 我不能做慎魔。 因此, 那城名叫索尔, 罗德进了索尔, 日头已经出来了。 当时, 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 耶和华那里降与索多玛和俄摩拉,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 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 他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 不料, 那地方烟气上腾, 如卢冒烟一般。 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 神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 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之中出来。 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 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 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我们的父亲老了, 地上又无人按照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 来, 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情, 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 于是, 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 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情, 他即使躺下, 即使起来, 父亲都不知道。 第二天, 大女儿对小女儿说, 看啊, 我昨夜与父亲同情, 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 你可以进去与他同情, 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 于是, 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 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情, 他即使躺下, 即使起来, 父亲都不知道。 这样, 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 大女儿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摩押, 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 小女儿也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遍亚米, 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 创世纪第二十章, 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 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 亚伯拉罕称他的七萨拉卫妹子, 基拉尔王亚比米勒, 差人把萨拉娶了去。 但夜间, 神来, 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 看啊, 你是个死人啊, 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 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萨拉, 他说, 主啊, 连有义的国, 你也要毁灭吗? 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 就是女人也自己说, 她是我的哥哥。 我所做的这事是心正守节的。 神在梦中对她说, 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 我也拦阻了你, 免得你得罪我, 所以我不容你沾着她。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她, 因为她是先知, 她要为你祷告, 使你存活。 你若不归害她, 你当知道, 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亚比米勒卿早起来, 召了众臣谱来, 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 他们都甚惧怕。 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 对他说, 你向我们所行的是肾魔呢? 我在肾魔事上得罪了你, 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 你向我行了不当行的事了。 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陷了肾魔才做出这事呢? 亚伯拉罕说, 我已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 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况且, 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 他与我是同父异母, 后来做了我的妻子。 当神叫我离开傅家, 漂流在外的时候, 我对他说, 我们无论走到圣魔地方, 你可以对人说, 他是我的哥哥, 这就是你带我的恩典了。 亚比米勒把牛、羊、 仆必赐给亚伯拉罕, 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害他。 亚比米勒又说, 看啊, 我的地都在你面前, 你可以随意居住。 他又对撒拉说, 看啊, 我给你哥哥一千块银子, 看, 翻语你常在的, 并别的人, 他都给你做遮掩的, 他就这样受责备了。 亚比米勒祷告, 神, 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 并他的众女仆, 他们便能生育。 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 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创世纪第21章, 耶和华按住先前的话眷顾撒拉, 耶和华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 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 撒拉怀了孕, 到神所说的日期, 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 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 以撒生下来第八天, 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地给以撒行了割礼。 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 亚伯拉罕年一百岁。 撒拉说, 神使我喜笑, 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 又说, 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 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 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孩子渐长就断了奶。 以撒断奶的那一天, 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言习。 当时, 撒拉看见埃及人下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 就对亚伯拉罕说, 你把这婢女和他儿子赶出去, 因为这婢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童做承受产业的。 亚伯拉罕因为他儿子的缘故甚是忧愁。 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不必为这男童和你的婢女忧愁。 凡撒拉对你说的话, 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谓你的后裔。 至于婢女的儿子, 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 因为他是你所生的。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饼和一匹带水给了下甲,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打发他走。 下甲就走了, 再别是扒的旷野走迷了路。 皮带的水用尽了, 下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 相对而坐, 说, 我不忍现孩子死, 就相对而坐, 放声大哭。 神听见男童的声音, 神的天使从天上呼叫下甲说, 下甲, 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男童的声音了。 起来, 把男童抱在手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 神开了他的眼睛, 他就看见一口水井, 便去将皮带盛满了水, 给男童喝。 神与男童同在, 他就渐长住在旷野, 成了弓箭手。 他住在巴兰的旷野, 他母亲从埃及的给他娶了一个妻子。 当那时候, 亚比米勒同他军长, 飞个对亚伯拉喊说, 凡你所行的事都有, 神与你同在。 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 神对我启示, 你不欺负我与我的儿子, 并我的子孙, 我怎样后待了你, 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面。 亚伯拉喊说, 我情愿启示。 从前, 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 亚伯拉喊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 亚比米勒说, 谁做了这事, 我不知道, 你也没有告诉我, 今日我才听见了。 亚伯拉喊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 二人就彼此立约。 亚伯拉喊把羊群中的七只母棉羊羊羔另放在一处。 亚比米勒问亚伯拉喊说, 你把这七只母棉羊羔另放在一处, 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棉羊羔做挖这口井的证据。 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 是巴, 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事。 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 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飞个起身回非力士的去了。 亚伯拉喊在别是巴塞了一片树丛, 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 亚伯拉喊在非力士人的地寄居了多日。 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这些事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喊, 就呼叫他说亚伯拉喊。 他说, 请看, 我在这里。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的去, 在我所要只是你的一座山上, 把它献为凡计。 亚伯拉喊清早起来, 背上驴, 带着两个少年人和他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凡计的柴, 救起身往, 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天, 亚伯拉喊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 亚伯拉喊对他的少年人说, 你们和驴在此等候, 我与南童往那里敬拜, 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喊把凡计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拿着火雨刀, 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喊说, 父亲啊。 亚伯拉喊说, 我儿, 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与柴都有了, 但凡计的绵羊膏在哪里呢? 亚伯拉喊说, 我儿, 神必自己预备做凡计的绵羊膏。 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喊在那里筑坛, 把柴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 亚伯拉喊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 耶和华的天使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喊, 亚伯拉喊, 他说, 我在这里。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男童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 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喊举目观看, 不料, 有一只公棉羊, 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喊就取了那只公棉羊来, 献为樊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喊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被看顾。 耶和华的天使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喊说, 耶和华说, 你既行了这事, 不留下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 我必赐大福给你, 论子孙, 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如同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你子孙必得这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列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喊回到他的少年人那里, 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是巴去, 亚伯拉喊就住在别是巴。 这些事以后, 有人告诉亚伯拉喊说, 请看, 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 长子是乌斯, 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 病基靴, 哈索, 毕达, 伊拉, 毕土利, 毕土利生利百家。 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喊的兄弟拿赫生的, 拿赫的妾名叫刘玛, 生了提拔, 加韩, 他侠和马家创世纪第23章, 撒拉享受127岁, 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 撒拉死在迦南地的激烈亚巴, 就是西伯伦。 亚伯拉喊为他哀同哭号, 后来亚伯拉喊从死人面前起来, 对和人说, 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 是寄居的, 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 我好埋葬我的死人, 使他不在我眼前。 赫人回答亚伯拉喊说, 我朱请听, 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尊大的王子, 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 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喊就起来, 向那地的赫人下拜。 他与他们商量说, 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 使他不在我眼前, 就请听我的话, 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乙伯伦, 把田头上的麦笔拉洞给我, 他可以按着价值卖给我, 坐在你们中间的坟地。 当时乙伯伦正住在赫人中间, 于是, 赫人乙伯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 对亚伯拉喊说, 不然, 我主请听, 我送给你这块田, 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 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 可以埋葬你的死人。 亚伯拉喊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 他在那地的民面前对乙伯伦说, 然而, 你若情愿要给, 请听我的话, 我要把田价给你, 求你收下, 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 乙伯伦回答亚伯拉喊说, 我主请听, 那地值四百社克勒银子, 那在你我中间还算甚魔呢? 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 亚伯拉喊听从了乙伯伦, 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 把买卖通用的钱平了四百社克勒银子给以弗伦。 于是, 麦比拉, 曼利钱, 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 都定准归于亚伯拉喊, 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承门出入的人面前买妥的。 此后, 亚伯拉喊把他妻子萨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钱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曼利就是西伯伦, 从此,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就借着赫人定准归于亚伯拉喊做坟地创世纪第二十四章, 亚伯拉喊年纪老迈, 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 亚伯拉喊对管理他全夜最老的仆人说,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上的神,地上的神奇事, 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 仆人对他说,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来, 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 亚伯拉喊对他说, 你要谨慎, 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耶和华的天上的神僧带领我离开富家和本族的地, 对我说话, 向我启示说, 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他必差遣他的天使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 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 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 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喊的大腿底下, 为着试向他启示。 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 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 起身往美索不达米亚去, 到了拿赫的城。 天将晚, 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 她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她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喊的, 神啊, 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喊, 使我今日遇现好机会。 看啊, 我现今站在井旁, 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 我向那一个女子说, 请你拿下水瓶来, 给我水喝。 她若说, 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 这样, 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 话还没有说完, 不料利百家尖头上扛着水瓶出来。 利百家是比土利所生的, 比土利是亚伯拉喊兄弟拿喝妻子密家的儿子。 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 还是处女, 也未曾有人亲近她。 她下到井旁, 打满了瓶, 又上来。 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 说, 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女子说, 我主请喝, 就急忙拿下瓶来, 拖在手上给她喝。 女子给她喝了, 就说,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 直到骆驼也喝足了。 她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草里, 又跑到井旁打水, 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 那人定睛看她, 一句话也不说, 要晓得, 耶和华次她通达的道路没有。 骆驼喝足了, 那人就拿一个金耳环, 种半摄克勒, 两个金镯, 种十摄克勒, 给了那女子, 说, 请告诉我, 你是谁的女儿? 你父亲家里, 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 女子说, 我是密家与拿贺之子, 比土利的女儿, 又说, 我们家里足有粮草, 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低下头, 向耶和华敬拜。 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 带我主人。 至于我, 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 只走到我主人的弟兄家里。 女子跑回去, 照着这些话, 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 利百家有一个兄弟, 名叫拉班, 拉班就跑出来往井旁去, 到那人跟前。 看现金耳环, 又看现金拙在他妹子的手上, 并听现他妹子利百家的话, 说那人, 对我如此如此说。 到那人跟前, 现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 便对他说, 你这蒙, 耶和华赐福的, 请进来, 为慎魔站在外边。 我已经收拾了房屋, 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 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 拉班卸了骆驼, 用草料喂上, 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 把食物摆在他面前, 叫他吃。 他却说, 我不吃, 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 拉班说, 请说。 他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 耶和华大大地赐福给我主人, 使他畅大, 又赐给他羊群, 牛群, 金银, 扑币, 骆驼, 河驴。 我主人的妻子, 萨拉年老的时候, 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 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 我主人叫我启示说, 你不要为我儿子娶家南地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父家, 我本族那里去, 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我对我主人说, 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他就说, 我所是奉的, 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天使与你同去, 叫你的道路通达, 你就得以在我父家, 我本族那里, 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 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 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 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 我使你起的事也与你无干。 我今日到了井旁, 便说,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喊的, 神啊, 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看啊, 我如今站在井旁, 对那一个出来打水的处女说, 请你把你平里的水给我一点喝。 她若说, 你只管喝, 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 愿那女子就做, 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器。 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恰巧立百家就出来, 肩头上扛着水瓶, 下到井旁打水。 我便对她说, 请你给我水喝。 她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 说, 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我便喝了, 她又给我的骆驼喝了。 我问她说, 你是谁的女儿? 她说, 我是密加与拿贺之子 比土利的女儿。 我就把耳环戴在她脸上, 把镯子戴在她两手上。 随后我低下头, 向耶和华敬拜, 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 使我逮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 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 就告诉我, 若不然也告诉我, 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 这是奶出于耶和华, 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的。 看啊, 历百家在你面前, 可以将他带去,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 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 就像耶和华去身在的敬拜。 当下仆人拿出金器, 银器和衣服送给历百家, 又将宝物送给他兄弟和他母亲。 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 住了一夜。 早晨起来, 仆人就说, 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历百家的兄弟和他母亲说, 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 至少十天, 然后他可以去。 仆人对他们说, 耶和华寄次给我通达的道路, 你们不要耽误我, 请打发我走, 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他们说, 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 他们就叫了历百家来, 问他说, 你愿意和这人同去吗? 历百家说, 我愿意去。 于是, 他们打发妹子历百家和他的乳母, 同亚伯拉罕的仆人, 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 他们就给历百家祝福说, 我们的妹子啊, 愿你做千百万人的母, 愿你的后裔只得住那恨他们之人的城门。 历百家和他的女子就起来, 骑上骆驼, 跟着那人, 仆人就带着历百家走了。 那时, 以撒住在南地, 刚从拉海来井的道回来。 天将晚, 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 举目一看, 见来了些骆驼。 历百家举目看见以撒, 就急忙下了骆驼, 问那仆人说, 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仆人说, 是我的主人。 历百家就拿帕子蒙上脸, 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 以撒便领历百家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 娶了他为妻, 并且爱她。 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 这才得了安慰, 创世纪第二十五章,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 名叫基图拉。 基图拉给他生了新兰, 约山, 米旦, 米殿, 伊士巴和舒亚。 约山生了士巴和底旦, 底旦的子孙是亚书利族, 利都士族和利无米族。 米殿的儿子是以法, 以佛, 哈诺, 亚比大和以勒大。 这都是基图拉的子孙, 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亚伯拉罕把财务分给他述出的重子, 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 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 往东方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百七十五岁, 亚伯拉罕受高年迈, 弃绝而死, 归到他本民那里。 他两个儿子以撒, 以使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 这洞在曼里前, 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 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 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 亚伯拉罕死了以后, 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 以撒靠近拉罕来景居住。 撒拉的使女埃及人下夹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 是以使玛利, 以使玛利的宗族记在下面, 以使玛利儿子们的名字, 按着他们的宗族记在下面。 以使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 又有基达、亚德别、 弥比山、弥施玛、 杜玛、玛萨、 哈达、提玛、 伊图、拿菲斯、基里玛。 这是以使玛利种子的名字, 照着他们的村庄、 成蕾做了十二族的祖长。 以使玛利享受一百三十七岁, 弃绝而死, 归到本民那里。 他子孙住在哈菲拉, 直到埃及前的舒尔, 正在亚述的道上, 以使玛利便在众弟兄面前死了。 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 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娶利百家未妻的时候, 正四十岁。 利百家是巴旦亚兰帝的叙利亚人 比土利的女儿, 是叙利亚人拉班的妹子。 以撒因他妻子不育, 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 他的妻子利百家就怀了孕。 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 他就说, 若是这样, 我为慎魔如此呢? 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 两国在你腹内, 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 这族必强于那族, 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分娩的日子到了, 腹中果然是双子。 鲜产的身体发红, 浑身有毛, 如同皮衣, 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 手抓住以扫的脚跟, 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 利百家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 以撒年正六十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 以扫善于打猎, 常在田野。 雅各为人安静, 常住在帐篷里。 以撒爱以扫, 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利百家却爱雅各。 有一天, 雅各熬汤, 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 以扫对雅各说, 我累昏了, 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 因此, 以扫又叫以东。 雅各说, 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以扫说, 看啊, 我将要死, 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甚魔益处呢。 雅各说, 你今日对我起事吧。 以扫就对他起了事, 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 于是, 雅各姜饼和红豆汤 给了以扫, 以扫吃了喝了, 便起来走了。 这就是以扫清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创世纪第26章。 在亚伯拉罕的日子, 那地有一次饥荒, 这时又有饥荒, 以撒就往基拉尔去, 到非利式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 耶和华向以撒显现, 说, 你不要下埃及去, 要住在我所只是你的地。 你寄居在这地, 我必与你同在, 赐福给你, 因为我要将这些的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我必成就, 我向你赴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要加增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又要将这些的都赐给你的后裔。 并且地上列国, 必因你的后裔得福, 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 律令, 法度。 以撒就住在基拉尔, 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 他便说, 那是我的妹子。 原来他怕说, 是我的妻子。 他心里想, 恐怕这地方的人, 魏力百家的缘故杀我, 因为他容貌俊美。 他在那里住了许久。 有一天, 非历史人的王亚比米勒, 从窗户里往外观看, 献以撒和他的妻子力百家戏完。 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 对他说, 看啊, 他实在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说他是你的妹子。 以撒说, 我心里想, 恐怕我因他而死。 亚比米勒说, 你这项我们所做的是甚模式呢? 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情, 把我们陷在罪里。 于是, 亚比米勒小玉众民说, 凡瞻着这个人, 或是他妻子的, 定要把他治死。 以撒在那地耕种, 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 耶和华也赐福给他。 他就昌大, 日增月盛, 成了大富户。 他有羊群牛群, 又有许多仆人, 非利式人就嫉妒他。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 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 非利式人全都塞住, 填满了土。 亚比米勒对以撒说, 你离开我们去吧, 因为你比我们强承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 在基拉尔谷之搭帐篷, 住在那里。 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 因非利式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 以撒就重新挖出来, 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 便得了一口活水井。 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敬, 说, 这水是我们的。 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 因为他们和他相争。 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又为这井征静, 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纳。 以撒离开那里, 又挖了一口井, 他们不为这井征静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里合伯。 他说, 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 我们必在这地昌盛。 以撒从那里上别试巴去。 当夜, 耶和华向他显现, 说, 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 神不要惧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赐福给你,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 使你的厚意繁多。 以撒就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并且支搭帐篷, 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 亚比米勒, 同他的朋友亚护萨, 和他的军长费格, 从基拉尔来见以撒。 以撒对他们说, 你们既然恨我, 打发我走了, 为甚磨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 我们明明地看见, 耶和华与你同在, 便说, 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事, 彼此立约, 使你不害我们, 正如我们未曾害你, 一味地厚待你, 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地走。 你是蒙, 耶和华赐福的了。 以撒就为他们设摆严席, 他们便吃了喝了, 他们清早起来, 彼此起事。 以撒打发他们走, 他们就平平安安地离开他走了。 那一天, 以撒的仆人来, 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 我们得了水了。 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十八, 因此那成叫作别十八, 直到今日。 以撒四十岁的时候, 娶了贺人比利的女儿尤迪, 与贺人以伦的女儿八十抹为妻。 他们尝试以撒和利百家心理仇凡, 创世纪第二十七章。 以撒年老, 眼睛昏花, 不能看见, 就叫了他大儿子以嫂来, 说, 我儿。 以嫂说, 看啊, 我在这里。 他说, 看哪我如今老了, 不知道那一天死。 现在求你拿你的器械, 你的剑囊和弓, 往田野去为我打猎, 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 拿来给我吃, 使我在为死之仙给你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以嫂说话, 利百家也听见了, 以嫂往田野去打猎, 要得野味带来。 利百家就对他儿子哑个说, 看啊, 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嫂说, 你去把野兽带来, 做成美味给我吃, 我好在为死之仙, 在耶和华面前给你祝福。 现在, 我儿, 你要照着我所吩咐你的, 听从我的话。 你到羊群里去, 给我拿两只肥山羊羔来, 我便照你父亲所爱的, 给他做成美味。 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 使他在为死之仙给你祝福。 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家说, 看啊, 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 我身上是光滑的, 倘若我父亲摸着我, 必以我为欺哄人的, 我就招咒祖, 不得祝福。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 你招的咒祖归到我身上, 你只管听我的话, 去把羊羔给我拿来。 他便去拿来, 交给他母亲, 他母亲就照他父亲所爱的, 做成美味。 利百家又把家里所存大儿子, 以扫上好的衣服给他小儿子雅各穿上, 又用山羊膏皮包在雅各的手上, 和景象的光滑处, 就把他所做的美味和饼交在他儿子雅各的手里。 雅各到他父亲那里说, 我父亲。 他说, 我在这里。 我儿, 你是谁? 雅各对他父亲说, 我是你的长子姨嫂, 我以照你所吩咐我的行了。 请起来坐着, 吃我的野味, 好给我祝福。 以撒对他儿子说, 我儿, 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 他说,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给我带来的。 以撒对雅各说, 我儿, 请你进前来, 我摸摸你, 知道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 雅各就挨进他父亲以撒。 以撒摸着他, 说, 声音是雅各的声音, 手却是以扫的手。 以撒就变不出他来, 因为他手上有毛, 像他哥哥以扫的手一样, 就给他祝福。 又说, 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 他说, 我是。 以撒说, 你递给我, 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 给你祝福。 雅各就递给他, 他便吃了, 又拿酒给他, 他也喝了。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 我儿, 你上前来与我亲嘴。 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 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 就给他祝福, 说, 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 愿, 神赐你天上的甘露, 地上的肥土, 并许多五股新酒。 愿多民事奉你, 多国跪拜你。 愿你做你弟兄的主, 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 凡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为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 雅各从他父亲那里猜出来, 他哥哥以扫症打猎回来, 也做了美味, 拿来给他父亲, 说, 请父亲起来, 吃你儿子的野味, 好给我祝福。 他父亲以撒对他说, 你是谁? 他说, 我是你的长子以扫。 以撒就大大的战惊, 说, 你未来之仙, 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 我已经吃了, 为他祝福, 他将来也必蒙福。 以撒听了他父亲的话, 就放声痛哭, 说, 我父啊, 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撒说, 你兄弟已经用诡计, 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 以撒说, 他明雅各, 岂不是正对吗? 因为他巧替了我两次, 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 你看, 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 以撒又说, 你没有留下为我可住的福吗? 以撒回答以撒说, 看啊, 我已立他为你的主, 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 并赐他五股心酒可以养生。 我儿, 现在我还能为你做甚魔呢? 以撒对他父亲说, 父啊, 你只有一样可住的福吗? 我父啊, 求你也为我祝福, 以撒就放声而哭。 他父亲以撒说, 看啊, 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 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 你必靠刀剑度日, 又必是奉你的兄弟, 到你做王的时候, 必从你景象上正断他的恶。 以撒因他父亲给雅各住的福, 就怨恨雅各, 心里说, 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尽了, 到那时候, 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 有人把利百家大儿子姨嫂的话告诉利百家, 他就打发人去, 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 对他说, 看啊, 你哥哥姨嫂想要杀你, 报仇血恨。 现在, 我儿, 你要听我的话, 起来, 逃往哈岚, 我兄弟拉班那里去, 同他住些日子, 只等你哥哥的烈怒消了。 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 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 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 为神魔一日丧你们二人呢? 利百家对以撒说, 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厌烦了, 倘若雅各也娶贺人的女子为妻, 像这些一样, 我活着还有甚魔益处呢? 创世纪第二十八章, 以撒叫了雅各来, 给他祝福, 并嘱咐他说, 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你起身往巴黛亚兰去, 到你外祖彼土利家里, 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 娶一女为妻, 愿神权能者赐福给你, 使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族, 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祀给你 和你的后裔, 使你承受你做客旅的地位业, 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 以撒打发雅各走了, 他就往巴黛亚兰去, 到叙利亚人比土利的儿子拉班那里, 拉班是雅各, 以嫂的母亲力百家的兄弟, 以嫂见以撒, 已经给雅各祝福, 而且打发, 他往巴黛亚兰去, 在那里娶妻, 并见祝福的时候, 嘱咐他说, 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又见雅各听从父母的话, 罢罕巴黛亚兰去了, 以嫂就晓得他父亲, 以撒看不中迦南的女子, 便往以什玛丽那里去, 在他二妻之外, 又娶了马哈拉为妻, 她是亚伯拉罕儿子, 以什玛丽的女儿, 你拜约的妹子, 雅各出了别, 使巴, 向哈兰行去, 他到了一个地方, 因为太阳落了, 就在那里住宿过夜, 他便拾起那地方的好些石头做头枕, 在那地方躺过睡了,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梯子的头顶着天, 有, 神的天使在梯子上, 上去下来, 见, 耶和华站在梯子上, 说,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 神也是以撒的, 神, 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 赐给你和你的后裔, 你的后裔, 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 必像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各族, 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 看啊, 我也与你同在,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必保佑你, 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 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雅各睡醒了, 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就去怕, 说, 这地方何等可畏,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雅各清早起来, 把所枕的石头立做柱子, 浇油在柱顶, 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 神, 我所立位柱子的石头也必做, 神的殿, 凡你所赐给我的, 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创世纪第二十九章, 雅各起行, 到了东方人之地, 他观看, 剑田间有一口井, 有三群羊卧在井旁, 因为人引羊群, 都是用那井里的水, 井口上有一块大石头, 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 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 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 雅各对牧人说, 弟兄们, 你们是哪里来的? 他们说, 我们是哈兰来的, 他问他们说, 拿贺的孙子拉班, 你们认识吗? 他们说, 我们认识, 雅各说, 他平安吗? 他们说, 平安, 看啊, 他女儿拉姐领着羊来了, 雅各说, 看啊, 日头还高, 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 你们不如引羊, 再去放一放, 他们说, 我们不能, 必等羊群聚集, 人把石头转离井口, 才可引羊,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拉姐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 因为那些羊是他目放的, 雅各看现母舅拉班的女儿拉姐, 和母舅拉班的羊群, 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 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 雅各与拉姐亲嘴, 就放声而哭, 雅各告诉拉姐, 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 是历百家的儿子, 拉姐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 就跑去迎接, 抱着他, 与他亲嘴, 引他到自己的家, 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 拉班对他说, 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 拉班对雅各说, 因为你是我的弟兄, 你就当白白的服侍我魔, 请告诉我, 你要慎魔为公嫁, 拉班有两个女儿, 大的名叫丽雅, 小的名叫拉姐, 丽雅的眼睛柔眉, 拉姐确生的美貌俊秀, 雅各爱拉姐, 就说, 我愿为你小女儿拉姐服侍你七年, 拉班说, 我把她给你, 胜过给别人, 你与我同住吧, 雅各就为拉姐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姐, 就看着七年如同积天, 雅各对拉班说, 日期已经满了, 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好与她同房, 拉班就摆设沿席, 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 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班又将婢女, 西帕给女儿利亚做侍女, 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丽雅, 就对拉班说, 你向我所做的事, 圣魔事呢, 我服侍你, 不是为拉姐吗, 你为圣魔妻哄我呢, 拉班说,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 先把小女儿给人, 在我们这地方断不可如此行,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 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 满了利亚的七日, 拉班便将女儿拉姐, 也给雅各为妻, 拉班又将婢女, 批拉给女儿拉姐做侍女, 雅各也与拉姐同房, 并且爱拉姐胜过爱丽雅, 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 耶和华见利亚被厌恶, 就使她生育, 拉姐却不育, 利亚就怀孕, 生了一个儿子, 就给她起名叫吕变, 因她说, 耶和华诚然看见了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她又怀孕生子, 就说,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被厌恶,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她起名叫西面, 她又怀孕生子, 起名叫利未, 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她必与我联合, 她又怀孕生子, 说,如今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 这才停了生育创世纪第三十章, 拉姐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 就嫉妒他子子, 对雅各说, 你给我孩子, 不然我就死了, 雅各向拉姐生气, 说,叫你不生育的事, 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 拉姐说, 有我的使女匹拉在这里, 你可以与她同房, 使她生子在我膝下, 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拉姐就把她的使女匹拉给丈夫为妾, 雅各便与她同房, 匹拉就怀孕, 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拉姐说, 神断定了我的事, 也听了我的声音, 赐我一个儿子, 因此她给她起名叫弹, 拉姐的使女匹拉又怀孕, 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拉姐说, 我与我子子大大相争, 并且得胜, 于是给她起名叫拿弗塔利, 丽亚见自己停了生育, 就把使女西帕给雅各威妾, 丽亚的使女西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丽亚说, 军兵来了, 于是给她起名叫加德, 丽亚的使女西帕又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 丽亚说, 我有福啊, 众女子都要称我是有福的, 于是给她起名叫亚舍, 戈麦子的时候, 吕遍往田里去寻见风茄, 拿来给她母亲丽亚, 拉姐对丽亚说, 请你把你儿子的风茄给我献, 丽亚说, 你夺了我的丈夫, 还算小事吗? 你又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 拉姐说, 为你儿子的风茄, 今夜她可以与你同茄, 到了晚上, 雅各从田里回来, 丽亚出来迎接她, 说, 你必要与我同茄, 因为我实在用我儿子的风茄把你顾下了, 那一夜, 雅各就与她同茄, 神听允了丽亚, 她就怀孕, 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 丽亚说, 神给了我公嫁, 因为我把使女给了我丈夫, 于是给她起名叫以撒家, 丽亚又怀孕, 给雅各生了第六个儿子, 丽亚说, 神赐我厚赏, 如今我丈夫必与我同住, 因我给她生了六个儿子, 于是给她起名西布伦, 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 给她起名叫狄纳, 神姑念拉杰, 神听允了她, 使她能生育, 拉杰就怀孕, 生了儿子, 便说, 神除去了我的羞耻, 他就给她起名叫约瑟, 便说, 耶和华必在增添我一个儿子, 拉杰生约瑟之后, 雅各队拉班说, 请打发我走, 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 让我走, 我怎样服侍你, 你都知道, 拉班对她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仍与我同住, 因为我以平经验学会, 耶和华四福与我是为你的缘故, 又说, 请你定你的公价, 我就给你, 雅各队她说, 我怎样服侍你, 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 是你知道的, 我未来之先, 你所有的狠少, 现今缺乏大众多, 耶和华随我的脚步, 赐服于你, 如今, 我肾魔时候, 才为自己兴加利业呢, 拉班说, 我当给你肾魔呢, 雅各说, 肾魔你也不必给我, 只有一件事, 你若应成, 我便仍旧目放你的羊群, 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 把绵羊中凡有点的, 有斑的, 和褐色的, 并山羊中凡有斑的, 有点的, 都挑出来, 将来这一等的, 就算我的公价, 到了时候, 就是当你的面给我公价的时候, 凡在我手里的山羊, 不是有点有斑的, 绵羊不是褐色的, 那就算是我偷的, 这样便可挣出我的公义来, 拉班说, 好啊, 我情愿照着你的画形, 当日, 拉班把有纹的, 有斑的公山羊, 有点的, 有斑的, 有杂白纹的母山羊, 并褐色的绵羊, 都挑出来, 交在他儿子们的手下, 又是自己和雅各相离三天的路程, 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 雅各拿绿羊树, 真树, 栗树的嫩枝, 将皮剥成白纹, 使枝子露出白的来, 将剥了皮的枝子, 对着羊群插在隐羊的水沟里和水槽里, 好使羊来喝的时候怀孕, 羊继在枝子前怀孕, 就生下有纹的, 有点的, 有斑的来, 雅各把绵羊高分出来, 使拉班的羊与这有纹和褐色的羊相对, 把自己的羊另放一处, 不叫他和拉班的羊混杂, 到羊群肥壮可怀孕的时候, 雅各就把枝子插在水沟里, 使驼们在枝子前怀孕, 只是到羊瘦弱配合的时候, 就不插枝子, 这样, 瘦弱的就归拉班, 肥壮的就归雅各, 于是, 雅各极其发达, 得了许多的羊群, 仆壁, 骆驼, 和驴, 创世纪第31章, 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 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 并借着我们父亲的, 得了这一切的荣耀, 雅各看拉班的脸色, 见像他不如从前了, 耶和华对雅各说, 你要回你祖, 你父之地, 到你亲族那里去, 我必与你同在, 雅各就打发人, 叫拉杰和丽亚, 到田野羊群那里来, 对他们说, 我看你们父亲的脸色, 像我不如从前了, 但我父亲的神像来与我同在, 你们也知道, 我尽了我的力量, 服侍你们的父亲, 你们的父亲欺哄我, 十次改了我的公嫁, 然而神不容他害我, 他若说, 有点的归你做公嫁, 羊群所生的都有点, 他若说, 有闻的归你做公嫁, 羊群所生的都有闻, 这样, 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 夺来赐给我了, 羊怀孕的时候, 我梦中举目一看, 杏跳母羊的公棉羊, 都是有闻的, 有点的, 有花斑的, 神的天使, 在那梦中呼叫我说, 雅各, 我说, 我在这里, 他说, 你举目观看, 跳母羊的公棉羊, 都是有闻的, 有点的, 有花斑的, 樊拉斑像你所做的, 我都看见了, 我是伯特利的, 神, 你在那里用油胶过柱子, 向我许过愿, 先经你起来, 离开这地, 回你本地去吧, 拉杰和利亚回答雅各说, 在我们父亲的家里, 还有我们可得的分吗? 还有给我们的产业吗? 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 因为他卖了我们, 吞了我们的钱, 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 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 现金凡, 神对你所说的, 你只管去行吧。 雅各起来, 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 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牲畜和财物, 往迦南地, 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 当时拉斑捡羊毛去了, 拉杰偷了他父亲的仲像。 雅各背着叙利亚人拉斑偷走了, 并不告诉他, 就带着所有的逃跑。 他起身过大河, 面向激烈山行去。 到第三天, 有人告诉拉斑, 雅各逃跑了。 拉斑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 追了七日, 在激烈山就追上了。 夜间, 神到叙利亚人拉斑那里, 在梦中对他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的。 拉斑追上雅各, 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 拉斑和他的众弟兄, 也在激烈山上支搭帐篷。 拉斑对雅各说, 你所做的是肾魔事, 你竟背着我偷走了, 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 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呢。 你为肾魔暗暗地逃跑, 偷着走, 并不告诉我, 叫我可以欢乐, 唱歌, 击鼓, 弹琴地送你离去。 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 你所行的真是愚昧, 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 只是你父亲的神作业对我说, 你要小心, 不可与雅各说好说谈。 现在你虽然想你富家, 不得不去, 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 雅各回答拉斑说, 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 所以我逃跑。 至于你的神像, 你在谁那里搜出来, 就不容谁存活。 当着我们的众弟兄, 你认一认, 在我这里有肾魔东西是你的, 就拿去。 原来雅各不知道, 拉结偷了那些神像。 拉班进了雅各, 丽雅, 并两个使女的帐篷都没有搜出来, 就从丽雅的帐篷出来, 进了拉结的帐篷。 拉结已经把众像藏在骆驼的陀楼里, 便坐在上头。 拉班摸遍了那帐篷, 并没有摸着。 拉结对他父亲说, 现在我身上不便, 不能在你面前起来, 求我主不要生气。 这样, 拉班搜寻众像, 竟没有搜出来。 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 我有肾魔过犯, 有肾魔罪恶, 你竟这样火速地追我。 你搜遍了我一切的家具, 你搜出圣魔来呢, 可以放在你我弟兄面前, 叫他们在你我中间便别便别。 我在你家这二十年, 你的母绵羊, 母山羊没有掉过胎。 你群中的公绵羊, 我没有吃过, 被野兽撕裂的, 我没有带来给你, 是我自己赔上。 无论是白日或是黑夜被偷去的, 你都向我索要。 我白日受尽前热, 黑夜受尽寒霜, 不得合眼睡着, 我尝试这样。 我这二十年在你家里, 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十四年, 为你的羊群服侍你六年, 你又十次改了我的公嫁。 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 神就是亚伯拉罕的, 神与我同在, 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 神看现我的苦情和我守的劳碌, 就在昨夜责备你。 拉班回答雅各说, 这女儿是我的女儿, 这些孩子是我的孩子, 这些羊群也是我的羊群, 凡在你眼前的都是我的。 我的女儿并他们所生的孩子, 我今日能向他们做甚魔呢? 来吧, 你我二人可以立约, 做你我中间的证据。 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座柱子, 又对众弟兄说, 你们堆具石头。 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 大家便在旁边吃喝。 拉班称那石堆为伊加尔撒哈度他, 雅各却称那石堆为加雷德。 拉班说, 今日这弹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 因此, 这地方名叫加雷德, 又叫米斯巴, 意思说, 我们彼此离别以后,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见察。 你若苦待我的女儿, 又在我的女儿以外另娶妻, 虽没有人知道, 却有, 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 拉班又说, 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 这弹堆做证据, 这柱子也做证据。 我避不过这弹堆去害你, 你也不可过这弹堆和柱子来害我。 但愿亚伯拉罕的, 神和拿赫的, 神就是他们父亲的, 神在你我中间判断。 雅各就指着他父亲以撒索敬畏的神奇事。 雅各就在山上献祭, 请他众弟兄来吃饼, 他们吃了饼, 便在山上住宿过夜。 拉班经早起来, 与他外孙和女儿亲嘴给他们祝福, 拉班便离开, 回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创世纪》第32章, 雅各仍旧航路, 神的天使遇陷他。 雅各看见他们就说, 这是神的军兵, 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的去, 就是以东帝献他哥哥以扫, 吩咐他们说, 你们对我竹以扫说, 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 我在拉班那里寄居, 直到如今。 我有牛、驴、羊群、仆毙, 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 为要在你眼前蒙恩。 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 说, 我们到了你哥哥以扫那里, 他又带着四百人正迎着你来。 雅各就甚惧怕, 而且愁烦, 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 牛群、骆驼分作两对, 说, 以扫若来击杀这一对, 剩下的那一对还可以逃避。 雅各说, 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 神我父亲以撒的, 神啊, 你曾对我说, 回你本地本族去, 我要厚待你。 你像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 我一点也不配的, 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战国这约旦河, 如今我却成了两对了。 求你救我, 脱离我哥哥姨嫂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妻子带着女一同杀了。 你曾说, 我必定后代你, 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 当夜, 雅各在那里住宿, 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 要送给他哥哥姨嫂, 母山羊二百只, 公山羊二十只, 母绵羊二百只, 公绵羊二十只, 乃幼骆驼的骆驼三十只, 各带着幼骆驼, 母牛四十只, 公牛十只, 母驴二十匹, 驴鞠十匹, 每样各分一群, 交在仆人手下, 就对仆人说, 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 是群群相离, 有空闲的地方。 又吩咐最前头的说, 我哥哥姨嫂遇线你的时候, 问你说, 你是那家的人, 要往哪里去, 你前头这些是谁的? 你就说, 是你仆人雅各的, 是送给我竹鞠嫂的礼物, 看啊, 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 然后他吩咐第二, 第三, 和一切敢群处的人说, 你们遇见鞠嫂的时候, 也要这样对他说, 并且你们要说, 请看, 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 因雅各心里说, 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 解他的恨, 然后再见他的面, 或者他容纳我。 于是, 礼物先过去了, 那夜, 雅各在队中住宿。 他夜间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侍女, 并十一个儿子, 都过了雅伯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 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 直到黎明。 那人现自己胜不过他, 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 就脱了结。 那人说,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 你名叫慎魔。 他说, 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如同首领, 与神与人叫力, 都得了圣。 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 意思说, 我面对面线了, 神, 我的性命仍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雅各经过皮努伊勒, 他的大腿就瘸了。 故此, 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萎缩了的金, 直到今日, 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金, 而萎缩了。 创世纪第33章, 雅各举目观看, 现已扫来了, 后头跟着400人, 他就把孩子们分开交给利亚, 拉杰和两个使女, 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最前头, 利亚和他的孩子跟在后头, 拉杰和约瑟在最后头。 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 一连七次屈身在地才就近他哥哥。 伊嫂跑来迎接他, 将他抱住, 又搂着他的景象, 与他亲嘴, 两个人就哭了。 伊嫂举目, 看见夫人孩子, 就说, 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 雅各说, 这些孩子是神山给你的仆人的。 于是, 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 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 随后, 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 伊嫂说, 我所预献的这些群处是什么意思呢? 雅各说, 是要在我主眼前蒙恩的。 伊嫂说, 兄弟啊, 我的已经够了, 你的人归你吧。 雅各说, 不,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 因为我献了你的面, 如同献了神的面, 并且你悦纳了我。 求你收下我带来给你的礼物, 因为神恩待我, 使我充足。 雅各再三地求他, 他才收下了。 伊嫂说, 我们可以起身前往, 我在你前头走。 雅各对他说, 我主知道孩子们年幼娇嫩, 羊群牛群连出生的都在我这里, 人若是催赶驼门一天, 群处都必死了。 求我主在仆人前头走, 我要量着在我面前群处和孩子所能受的慢慢的前行, 直走到汐尔我主那里。 伊嫂说, 容我把跟随我的人留几个在你这里。 雅各说, 何必呢? 只要在我主眼前蒙恩就是了。 于是, 伊嫂荡日起行, 回往西尔去了。 雅各就往书哥去, 在那里为自己盖造房屋, 又为他的牲畜搭棚, 因此那地方名叫书哥。 雅各从巴旦, 亚兰回来的时候, 到了迦南地事件的沙冷城, 就在城东之搭帐篷, 就用一百块钱向哈摩的子孙, 事件的父亲买了之搭帐篷的那块地。 他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起名叫伊利, 伊罗伊, 以色列, 创世纪第34章, 列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 要献纳蒂的女子们。 纳蒂的主席卫人, 哈摩的儿子事件看线他, 就拉住他, 与他同情, 电辱他。 事件的心系恋雅各的女儿底拿, 喜爱这女子, 用恩言安慰他。 事件对他父亲哈摩说, 求你为我聘这女子为妻。 雅各听见事件玷污了他的女儿底拿, 那时他的儿子们正和群处在田野, 雅各就闭口不言, 等他们回来。 事件的父亲哈摩出来见雅各, 要和他商议。 雅各的儿子们听见这事, 就从田野回来, 人人忧愁, 十分恼怒, 因事件在以色列家做了丑事, 与雅各的女儿同情, 这本是不该做的事。 哈摩和他们商议说, 我儿子事件的心恋目这女子, 求你们将她给我的儿子为妻。 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 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 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 你们与我们同住吧, 这地都在你们面前, 只管在此居住, 做买卖, 制产业。 事件对女儿的父亲和弟兄们说, 但愿我在你们眼前蒙恩, 你们向我要圣魔, 我必给你们。 任凭向我要多重的聘金和礼物, 我必照你们所说的给你们, 只要把女子给我喂妻。 雅各的儿子们, 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 就用诡诈的话, 回答事件和他父亲哈摩, 对他们说,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 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喂妻, 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辱。 唯有一件才可以应允, 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 和我们一样, 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 也娶你们的女儿, 我们便与你们同住, 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 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 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 哈摩和他的儿子事件喜欢这话, 那少年人做这事并不迟言, 因为他喜爱雅各的女儿, 他在他父亲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 哈摩和他儿子事件到本城的门口, 跟本城的人商量说, 这些人与我们和睦, 不如许他们在这地居住, 做买卖, 看啊, 这得也宽阔, 足可容下他们。 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 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 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 他们才肯应允和我们同住, 成为一样的人民, 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 和他们一样。 他们的群处, 货财和一切的牲口, 岂不都归于我们吗? 只要依从他们, 他们就与我们同住。 凡从他本城门口出入的人, 就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事件的话, 于是凡从他本城门口出入的男丁, 都受了割礼。 到第三天, 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 雅各的两个儿子, 就是抵拿的哥哥西勉和立位, 各拿刀剑, 明明地来到城中, 把一切男丁都杀了, 又用刀刃杀了哈摩和他儿子事件, 把抵拿从事件家里带出来就走了。 雅各的儿子们, 因为他们的妹子受了玷污, 就来到被杀的人那里, 掳掠那城, 夺了他们的羊群, 牛群, 和驴, 并成李田间所有的, 又把他们一切货财, 孩子, 妇女, 病格房中所有的都掳掠去了。 雅各对西勉和立位说, 你们连累我, 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 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喜人中, 有了臭名。 我的人丁既然稀少, 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 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 他们说, 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 如同妓女吗? 创世纪第35章, 神对雅各说, 起来, 上伯特立去, 住在那里, 要在那里住一座坛给, 神, 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一嫂的时候, 向你显现的那位。 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 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 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众神, 也要自节更换你们的衣服。 我们要起来, 上伯特立去, 在那里, 我要住一座坛给, 神, 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 应允我的祷告, 在我行的路上, 与我同在的那位。 他们就把他们手中, 所有外邦人的神像, 和他们耳朵上的耳环, 交给雅各, 雅各都藏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 他们便起行前往, 神使那周围诚意的人都甚惊惧, 就不追赶雅各的重子了。 于是, 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 到了迦南地的路斯, 就是伯特立。 他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立, 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 神在那里向他显现。 利百家的乃姆迪波拉死了, 就葬在伯特立下边橡树底下, 那棵树名叫亚伦巴谷。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 神又向他显现, 赐福于他, 神且对他说, 你的名媛是雅各, 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这样, 他就改名叫以色列。 神又对他说, 我是神权能者, 你要生养众多, 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要归于你, 又有君王从你而生。 我所赐给亚伯拉罕和以色的地, 我要赐给你与你的后裔。 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 雅各便在他与神说话的地方立了一根石柱, 在柱子上垫酒, 浇油。 雅各就给神向他说话的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 他们从伯特利起行, 礼法他还有一段路程, 拉结阵痛, 甚是艰难。 正在艰难的时候, 收生婆对他说, 不要怕, 你又要给一个儿子了。 他将近于死, 元魂要走的时候, 就给他儿子起名叫辩阿尼, 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辩雅敏。 拉结死了, 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横。 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根柱子, 就是拉结墓碑的柱子, 到今日还在。 以色列起行前往, 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 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 吕变去与他父亲的切皮拉同情, 以色列也听见了。 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 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吕变, 还有西勉, 利魏, 犹大, 以撒加, 西布伦。 拉结所生的是约瑟, 便雅敏。 拉结的使女, 匹拉所生的是弹, 拿夫塔利。 利亚的使女, 西帕所生的是迦德, 亚舍。 这是雅各在巴旦亚兰所生的儿子。 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 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 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以撒共活了一百八十岁。 以撒年纪老迈, 日子满足, 弃绝而死, 归到他本民那里。 他两个儿子以撒, 雅各把他埋葬了, 创世纪第三十六章, 以撒就是以东, 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撒娶迦南的女子为妻, 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为人寄辩的孙女。 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 又娶了已是玛丽的女儿, 你拜约的妹子八十摩。 亚大给以撒生了以利法, 八十摩生了刘尔, 阿和利巴玛生了耶乌尸, 亚兰, 可拉。 这都是以撒的儿子, 是在迦南地生的。 以撒带着他的妻子, 儿女, 与家中一切的人口, 并他的牛羊, 牲畜和一切货财, 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 往别处去, 离了他兄弟雅各。 因为二人的财务群处甚多, 寄居的地容不下他们, 所以不能同居。 于是, 以撒住在希尔山里, 以撒就是以东。 以撒是希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 他的后代记在下面。 以撒种子的名字如下, 以撒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 以撒的妻子八十摩生刘尔, 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 阿摩, 喜波, 加坦, 吉纳斯。 廷纳是以撒儿子以利法的妾, 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 这是以撒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刘尔的儿子是拿哈, 谢拉, 沙玛, 弥撒, 这是以撒妻子八十摩的子孙, 以撒的妻子阿和利巴玛, 是寄变的孙女, 亚拿的女儿, 他给以撒生了耶乌师, 亚兰, 可拉, 以撒子孙中, 做足长的记在下面, 以撒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 有提曼族长, 阿摩族长, 喜波族长, 基纳斯族长, 可拉族长, 加坦族长, 亚玛利族长, 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 都是亚大的子孙, 以撒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 有拿哈族长, 谢拉族长, 沙玛族长, 米撒族长, 这是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 都是以扫妻子八十抹的子孙, 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玛的子孙中, 有耶乌师族长, 亚兰族长, 可拉族长, 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 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 以扫就是以东, 那地原有的居民和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 就是罗滩, 朔巴, 即便亚拿, 底顺, 以查, 底山, 这是从以东地的和利人希尔子孙中所出的族长, 罗滩的儿子是和利, 西满, 罗滩的妹子是廷纳, 朔巴的儿子是亚勒文, 马拿霞, 以巴洛是波, 阿南, 即便的儿子是亚雅, 亚拿, 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寄便的驴, 遇着罗子的就是这亚拿, 亚拿的儿子是底顺, 亚拿的女儿是阿和利巴玛, 底顺的儿子是新淡, 伊士斑, 伊兰, 激兰, 以查的儿子是辟寒, 撒帆, 亚干, 底山的儿子是乌斯, 亚兰, 从和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 就是罗滩族长, 朔巴族长, 即便族长, 亚拿族长, 底顺族长, 以查族长, 底山族长, 这是从和利人所出的族长, 都在西尔地按着宗族做族长, 以色列人为有君王智力以先, 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 比尔的儿子比拉在以东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 比拉死了,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 接许他做王, 约巴死了, 提曼地的人护山, 接许他做王, 护山死了, 彼达的儿子哈达, 接许他做王, 这哈达就是在摩押的沙拜米殿人的, 他的京城名叫亚伟的, 哈达死了, 马士利家人桑拉接许他做王, 桑拉死了, 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许他做王, 扫罗死了, 亚格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许他做王, 亚格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死了, 哈达接许他做王, 他的京城名叫巴乌, 他的妻子名叫米西他别, 是米萨河的孙女, 马特列的女儿, 从以扫所出的族长, 按照他们的宗族住处, 名字记在下面, 就是廷纳族长, 亚勒瓦族长, 耶铁族长, 阿和利巴马族长, 以拉族长, 比嫩族长, 基纳斯族长, 提曼族长, 弥比萨族长, 马基迭族长, 以兰族长, 这是以东人在所得未业的地上, 按照他们的住处, 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 创世纪第37章, 雅各住在迦南地, 就是他父亲做客旅的地, 雅各宗族的纪略如下, 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 他是个男童, 与他父亲的切皮拉, 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 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 报给他们的父亲, 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重子, 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 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 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 过于爱他们, 就恨约瑟, 不与他说和睦的话, 约瑟做了一梦, 告诉他哥哥们, 他们就越发恨他, 约瑟对他们说, 请听我所做的梦, 梦见我们在田里捆和架, 我的捆起来站着, 梦见你们的捆来, 围着我的捆下拜, 他的哥哥们回答说, 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 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 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 后来他又做了一梦, 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 看啊, 我又做了一梦, 梦见太阳, 月亮, 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 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 他父亲就责备他说, 你做的这是什么梦, 难道我和你母亲, 你弟兄果然要来屈身在地, 向你下拜吗, 他哥哥们都嫉妒他, 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 约瑟的哥哥们往事件去放他们父亲的羊, 以色列对约瑟说, 你哥哥们不是在事件放羊吗, 你来, 我要打发, 你往他们那里去, 约瑟说, 我在这里, 以色列说, 请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 群羊平安不平安, 就回来报信给我, 于是打发他出西伯伦谷, 他就往事件去了, 有个人遇现, 他在田野走迷了路, 那人就问他说, 你找慎魔, 他说, 我找我的哥哥们, 求你告诉我, 他们在何处放羊, 那人说, 他们已经走了, 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 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 遇见他们在多滩, 他们远远地看见他, 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 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 彼此说, 你看, 那做梦的来了, 来吧, 我们将他杀了, 丢在一个坑里, 就说, 有恶兽把他吃了, 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 吕变听见了, 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说, 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 又说, 不可流他的血, 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坑里, 不可下手害他, 吕变的意思, 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 把他归还他的父亲, 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 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 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 把他丢在坑里, 那坑是空的, 里头没有水, 他们坐下吃饼, 居目观看, 他们见有一伙以石马利人从机列来, 用骆驼驮着香料, 乳香, 墨药, 要带下埃及去, 犹大队众弟兄说, 我们杀我们的兄弟, 藏了他的血, 有甚么益处呢, 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石马利人, 不可下手害他, 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骨肉, 众弟兄就听从了他, 那时, 有些米店的商人从那里经过, 他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 奖定二十块银子, 把约瑟卖给以石马利人, 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吕便回到坑边, 见约瑟不在坑里, 就撕裂衣服, 回到弟兄们那里, 说, 孩童没有了, 我往哪里去采好呢? 他们宰了一只山羊羔, 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 打发人将彩衣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 说, 我们捡了这个, 请认一认识你儿子的外衣不是? 他认得, 就说, 这是我儿子的外衣, 有恶兽把他吃了, 约瑟是被撕碎无疑了, 雅各便撕裂衣服, 腰间围上麻布, 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 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 他却不肯受安慰, 说, 我必被挨着下坟墓, 到我儿子那里, 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 拟殿人带约瑟到埃及, 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 护为长波提法, 创世纪第38章, 那时, 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 到一个亚都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 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舒亚的女儿, 就娶他未妻, 与他同房, 他就怀孕生了儿子, 犹大给他起名叫儿, 他又怀孕生了儿子, 母亲给他起名叫峨南, 他父又生了儿子, 给他起名叫士拉, 他生士拉的时候, 犹大正在击西, 犹大为长子而娶妻, 名叫他玛, 犹大的长子而在, 耶和华眼中看未恶, 耶和华就把他杀了, 犹大对峨南说, 你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 迎娶他, 为你哥哥生子立后, 峨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 所以与他哥哥的妻同房的时候, 便一在地, 免得给他哥哥留后, 峨南所做的, 耶和华并不喜悦, 故此, 耶和华也把他杀了, 犹大心里说, 恐怕士拉也死, 像他两个哥哥一样, 就对他儿父他妈说, 你去, 在你父亲家里守寡, 等我儿子士拉长大, 他妈就回去, 住在他父亲家里, 过了许久, 犹大的妻子舒亚的女儿死了, 犹大得了安慰, 就和他朋友亚都兰人, 希拉上廷拿去, 到他剪羊毛的人那里, 有人告诉他妈说, 看哪, 你的公共上廷拿剪羊毛去了, 他妈见士拉已经长大, 犹大还没有许陪他喂妻, 就脱了他做寡妇的衣服, 用帕子蒙着脸, 又遮住身体, 坐在亭拿路上的名处, 犹大看见他, 以为是妓女, 因为他蒙着脸, 犹大就转到他那里去, 说, 来吧, 求你让我与你同情, 他原不知道是他的儿父, 他妈说, 你要与我同情, 把肾膜给我呢, 犹大说, 我从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 打发人送来给你, 他妈说, 在喂送一先, 你愿意给我一个抵押吗, 他说, 我给你肾膜抵押呢, 他妈说, 你的印, 你的手镯, 和你手里的杖, 犹大就给了他, 与他同情, 他就从犹大怀了孕, 他妈起来走了, 除去帕子, 仍旧穿上做寡妇的衣服, 犹大托他朋友亚杜兰人送一只山羊羔去, 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抵押来, 却找不着他, 就问那地方的人说, 明明在路旁的妓女在哪里, 他们说, 这地并没有妓女, 他回去献犹大说, 我没有找着他, 并且那地方的人说, 这里没有妓女, 犹大说, 看啊, 我把这山羊羔送去了, 你竟找不着他, 任凭他拿去吧, 免得我们被羞辱, 约过了三个月, 有人告诉犹大说, 你的儿父他马做了妓女, 且献他因形隐有了身孕, 犹大说, 拉出他来, 把他烧了, 他马被拉出来的时候, 便打发人去献他公公, 对他说, 这些东西是谁的, 我就是从谁怀的孕, 请你认一认, 这印和手镯病障都是谁的, 犹大认得那些东西, 就说, 他比我更有意, 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试了, 从此, 犹大不再与他同情了, 他马阵痛, 不料他腹里是一对双生, 到他阵痛的时候, 一个孩子伸出一只手来, 收生婆拿红线附在他手上, 说, 这是投生的, 随后这孩子把手收回去, 不料他哥哥生出来了, 收生婆说, 你为什么抢着来呢, 因此给他起名叫法勒斯, 后来, 他兄弟那手上有红线的野生出来, 就给他起名叫谢拉, 创世纪第39章, 约瑟被带下埃及去, 有一个埃及人, 是法老的内臣, 护卫长波提法, 从那些带下, 他来的已是玛丽人手下买了他去,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百师顺利, 他主人献, 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献, 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 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 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 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 耶和华赐福, 波提伐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饼, 别的是一概不知, 约瑟原来秀雅俊美, 这些事以后, 约瑟主人的妻以慕送情给约瑟, 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不从, 对他主人的妻说, 看啊, 一切家务, 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 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 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 只留下了你, 因为你是他的妻子, 我怎能做这大恶, 得罪, 神呢? 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 约瑟却不听从他, 不与他同情, 也不和他在一处, 有一天, 约瑟进屋里去办事, 家中的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 妇人就拉住他的衣服, 说, 你与我同情吧, 约瑟把衣服丢在妇人手里, 逃到外边去了, 妇人看见约瑟把衣服丢在他手里逃出去了, 他就叫了家里的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看, 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 要戏弄我们, 他到我这里来, 要与我同情, 我就大声喊叫, 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 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 逃到外边去了, 妇人把约瑟的衣服放在自己那里, 等着他主人回家, 他就对他如此如此说, 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 仆人进来要戏弄我, 我放声喊起来, 他就把衣服丢在我这里, 逃出去了, 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 说, 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带我, 他就生气, 把约瑟下在间里, 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 于是约瑟在那里作剑, 但, 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思域的眼前蒙恩, 思域就把间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思域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进兜顺利, 创世纪第四十章, 这些事以后, 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 法老就恼怒九正和善长之二臣, 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间里, 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 护卫长把他们嘱托约瑟, 约瑟便伺候他们, 他们有些日子在间里, 被囚在兼之埃及王的九正和善长二人, 同耶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到了早晨, 约瑟进到他们那里, 现他们有愁闷的样子, 他便问法老的二臣, 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 说, 你们今日为神磨面带愁容呢? 他们对他说, 我们个人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约瑟说, 谢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你们将梦告诉我。 九正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 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 树上有三根枝子, 好像发了牙, 开了花, 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老的碑在我手中, 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碑里, 将碑递在他手中。 约瑟对他说, 他所做的梦是这样解, 三根枝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提你出间, 叫你官复原职, 你仍要地碑在法老的手中, 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 但你得好处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施恩于我, 在法老面前提说我, 救我出这间了。 我实在是从西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 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肾魔, 叫他们把我下在身牢里。 擅长献梦解的好, 就对约瑟说, 我在梦中献我头上顶着三个白色的篮子, 最上端的篮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 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篮子里的食物。 约瑟说, 你的梦是这样解, 三个篮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 法老必斩断你的头, 把你挂在木头上, 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到了第三天, 是法老的生日, 他为众臣仆设摆筵席, 把九正和善长提出间来, 是九正官复原职, 他仍旧地碑在法老手中, 但把擅长挂起来, 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 九正却不纪念约瑟, 竟忘了他《创世纪》第41章, 过了两年, 法老做梦, 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不料,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美好又肥胖, 在草地吃草。 随后又现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丑陋又前寿, 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陋又前寿的七只母牛, 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 法老就醒了, 他又睡着, 第二回做梦, 梦见一颗麦子尝了七个穗子, 又肥大又加美, 随后又现尝了七个细弱的穗子, 被东风吹哭了。 这七个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 法老醒了, 不料是个梦。 到了早晨, 法老邻里不安, 就差人照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志士来, 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远解。 那时, 九正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错来。 从前法老恼怒沉仆, 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间里。 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住我们有一个西伯来的少年人, 是护卫长的仆人, 我们告诉他, 他就把我们的梦缘解是按着个人的梦缘解的。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缘解的成就了, 我官父原职擅长被挂起来了。 法老便拆人去照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身牢, 他就剃头, 刮脸, 换衣服, 进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 你能明白梦的意思, 能以解梦。 约瑟回答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法老对约瑟说, 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又现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肥胖又美好, 在草地吃草。 随后又现有七只母牛上来, 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 在埃及遍地, 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前兽又丑陋的母牛, 吃尽了那一仙的七只肥母牛, 吃了以后, 却看不出是吃了, 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 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 尝了七个穗子, 又饱满又加美, 随后又现尝了七个穗子, 枯搞细弱, 被东风吹枯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加美的穗子。 我将这梦告诉了术士, 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约瑟对法老说, 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法老了。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 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 这梦乃是一个。 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前兽, 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 被东风吹枯的穗子也是七年, 都是七个荒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 显明给法老了。 看啊,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风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饥荒甚大, 便看不出先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 是因神命定这事, 而且神必速速成就。 所以, 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 又让他派官员管理这地。 当七个丰年的时候, 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收据起来, 积蓄五谷, 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 贵于法老的手下。 所积蓄的粮食, 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看这是未妙。 法老对臣仆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 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神即将这事都只是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法老又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下手上的戒指, 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细麻衣, 把金链戴在他的景象上, 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 喝道地在前呼叫说, 跪下。 这样, 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 我是法老, 在埃及全地, 若没有你的命令, 不许人举起手脚。 法老赐名给约瑟, 叫撒发纳特·巴内亚, 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 给他为妻。 约瑟就出去寻行埃及地。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 年三十岁。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 便姓埃及全地。 七个封年之内, 地的出产一把一把的, 约瑟收据埃及地七个封年一切的粮食, 把粮食积存在个城里, 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穀甚多,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因为穀不可胜数。 荒年未到以前, 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玛拿西,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之地昌盛。 埃及地的七个封年完了, 七个荒年便来, 正如约瑟所说的, 各地都有饥荒, 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即至埃及全地有了饥荒, 众民向法老哀求粮食, 法老对他们说, 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说的, 你们都要做。 当时饥荒便满地上, 约瑟开了各处的仓, 卖粮给埃及人, 在埃及地饥荒甚大。 各地的人都往埃及去, 到约瑟那里买粮谷, 因为全地的饥荒甚大, 创世纪第四十二章, 雅各县埃及有粮谷, 就对儿子们说, 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 看啊, 我听见埃及有粮谷, 你们可以下去, 从那里为我们买些来, 使我们可以存活, 不至于死。 于是, 约瑟的十个哥哥都向埃及买粮谷去了, 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敏, 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 因为雅各说, 恐怕他遭害。 来买粮谷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 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 卖粮给那地种民的就是他。 约瑟的哥哥们来了, 脸浮余地, 向他下拜。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 就认得他们, 却装作生人, 向他们说些严厉话, 问他们说,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说, 我们从迦南地来买粮。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 他们却不认得他。 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 就对他们说, 你们是奸细, 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他们对他说, 我主啊, 不是的, 仆人们是买粮来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 是诚实人, 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约瑟说, 不然, 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 他们说, 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 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 最小的现金, 在我们的父亲那里, 有一个没有了。 约瑟对他们说, 那就是我才对你们说的话, 说, 你们是奸细。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事, 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 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 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宴出来了。 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 把你们的兄弟带来。 至于你们都要求在监里, 好正宴你们的话真不真, 若不真,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事, 你们一定是奸细。 于是, 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 到了第三天, 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 神的, 你们照我的话行, 就可以存活。 你们如果是诚实人, 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求在监里, 但你们可以带着梁谷回去, 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 如此, 你们的话便有证据, 你们也不至于死。 他们就照样而行, 他们彼此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献他心里的愁苦, 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吕便说, 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 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 你们看, 留他写的罪向我们追讨。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 因为他已通事向他们传话。 约瑟转身退去, 哭了一场, 又回来对他们谈论, 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 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 约瑟吩咐人, 把两股装满他们的口袋, 把个人的钱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 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 人就照他的话办了。 他们就把两股拖在驴上, 离开那里去了。 到了住宿的地方,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 要拿料喂驴, 才看见自己的钱仍在口袋里, 就对弟兄们说, 我的钱归还了, 看啊, 仍在我口袋里。 他们就提心吊胆, 战战兢兢的彼此说, 这是神向我们做了圣魔呢? 他们来到迦南地, 他们的父亲雅各纳里, 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 说, 纳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 把我们当作窥探纳地的奸行。 我们对他说, 我们是诚实人, 并不是奸行。 我们本是弟兄十二人, 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 有一个没有了, 最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 纳地的主对我们说, 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 可以留下你们弟兄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 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 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 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行, 乃是诚实人。 这样, 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 后来他们到口袋, 不料, 个人的钱包都在口袋里, 他们和父亲看见钱包就都害怕。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 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 约瑟没有了, 西面也没有了, 你们又要降遍雅敏带去, 这些事都苦害我了。 吕便对他父亲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 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 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 我必再带他回来交给你。 雅各说, 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 他哥哥死了, 只剩下他, 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 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 背背惨惨地下坟墓去了, 创世纪第43章, 那地的饥荒甚大。 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骨吃尽了, 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 你们再去给我们买些粮来。 犹大对他说, 那人严严警戒我们说, 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 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 我们就下去给你买粮, 只是你若不打发他去, 我们就不下去, 因为那人对我们说, 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 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以色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 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 他们说, 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亲属的情况, 说, 你们的父亲还在吗? 你们还有兄弟吗? 我们就按照他所问的告诉他, 我们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 你打发男童与我同去, 我们就起身下去, 好叫我们和你, 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 不至于死。 我为他作宝, 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 我若不带他回来, 交在你面前, 我情愿永远担罪。 我们若没有耽搁, 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 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 若必须如此, 你们就当这样行, 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 蜂蜜, 香料, 墨药, 坚果, 杏仁都取一点, 收在器具里, 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 又要手里带双倍的钱, 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钱, 仍带在手里, 那或者是错了, 也带着你们的兄弟, 起身去献那人。 但愿神权能者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 释放你们的那兄弟和汴雅敏回来, 我若丧了儿子, 就丧了吧。 于是, 他们拿着那礼物, 又手里双倍的带钱, 并且带着汴雅敏, 就起身下到埃及, 站在约瑟面前。 约瑟见汴雅敏和他们同来, 就对加宰说, 将这些人领到屋里, 要宰杀牲畜, 预备言习, 因为正午这些人捅我用餐。 加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 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 就害怕, 说, 领我们到这里来, 必是因为投资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钱, 他好寻机会攻击我们, 下手害我们, 抢取我们为奴仆, 抢夺我们的驴。 他们就挨尽约瑟的加宰, 在屋门口与他谈论, 说, 我主啊, 我们投资下来实在是要买粮。 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 我们打开口袋, 不料, 个人的钱, 分量足数, 仍在个人的口袋内, 现在我们手里又带回来了, 另外, 又带下钱来买粮。 我们道不出, 先前谁把钱放在我们的口袋里。 加宰说, 你们可以放心, 不要害怕, 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 你们的钱我早已收了。 他就把西面带出来, 交给他们。 加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给他们水洗脚, 又给他们草料喂驴。 他们就预备那礼物, 等候约瑟正午来, 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饼。 约瑟来到家里, 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 又向他屈身在地。 约瑟问他们好, 又问, 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 他还在吗? 他们回答说, 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 他还在。 于是, 他们低头下拜。 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变雅敏, 就说, 你们向我所说那小兄弟就是这位吗? 又说, 我儿啊, 愿神赐恩给你。 约瑟的心肠因爱帝之情发动, 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 进入自己的屋里, 哭了一场。 他洗了脸出来, 自己隐忍, 便说, 白饼罢。 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 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 也为和约瑟同吃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 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饼, 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作席, 都按着掌幼的次序, 众弟兄就彼此诧异。 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 送给他们, 但便雅民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 他们就饮酒, 和约瑟一同艳乐, 创世纪第四十四章。 约瑟吩咐加载说, 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 紧着他们的屡所能驼的, 又把个人的钱放在个人的口袋里, 并将我的银杯和那少年人买两股的钱, 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 加载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 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 带着旅走了。 他们出城走了不远, 约瑟对加载说, 起来, 追那些人去, 追上了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 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 岂不是他占补用的吗? 你们这样行事作恶了。 加载追上他们, 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 他们对他说, 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神断不许你仆人做这样的事。 你看, 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献的钱, 尚且从迦南地带来海米, 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偷窃金银呢? 你仆人中, 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 就叫他死, 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 加载说, 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 在谁那里搜出来, 谁就做我的仆人, 其余的都无罪。 于是, 他们个人急速把口袋卸下在地, 个人打开口袋。 加载就搜查, 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位置, 那杯竟在汴雅敏的口袋里搜出来。 他们就撕裂衣服, 个人把驼子抬在驴上, 回城去了。 犹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 约瑟还在那里, 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于地。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所做的是甚魔事呢? 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必能占卜吗? 犹大说, 我们对我主说甚魔呢? 还有甚魔话可说呢? 我们可以如何辨白呢?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看啊, 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碑来的都是我主的仆人。 约瑟说, 神断不许我这样行。 在谁的手中搜出碑来, 谁就做我的仆人? 至于你们, 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犹大挨近他, 说, 我主啊, 求你容你仆人说一句话给我主听, 不要向你仆人发烈怒, 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 我主曾问仆人们说, 你们有父亲, 有兄弟没有。 我们对我主说, 我们有父亲, 已经年老, 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 他哥哥死了, 他母亲只偏下他一人, 他父亲疼爱他。 你对仆人说,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叫我亲眼看看他。 我们对我主说, 男童不能离开他父亲, 若是离开, 他父亲必死。 你对仆人说, 你们的小兄弟, 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 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 我们上到你仆人, 我们父亲那里, 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 我们的父亲说, 你们再去给我买些粮来。 我们就说, 我们不能下去。 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 我们就可以下去。 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 我们必不得现那人的面。 你仆人, 我父亲对我们说, 你们知道, 我的妻子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离开我出去了, 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 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他。 现在, 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 倘若他遭害, 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 贝贝惨惨地下坟墓去了。 我父亲的命, 与这男童的命相连。 如今我回到你仆人, 我父亲那里, 若没有男童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父亲县没有男童, 他就必死。 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 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 贝贝惨惨地下坟墓去了。 因为你仆人曾向我父亲, 为这男童作宝, 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 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承担罪。 现在求你, 容你仆人住下, 替这男童做我主的奴仆, 叫男童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若男童不和我童去, 我怎能上去献我父亲呢? 恐怕我看见灾祸临到我父亲身上, 创世纪第四十五章, 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隐忍不住, 他便喊叫说, 人都要离开我出去。 约瑟和弟兄相认的时候, 并没有人与他一同站着。 他就放声大哭, 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还在吗? 他弟兄不能回答, 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 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 请你们进前来, 他们就进前来。 他说, 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 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 现在, 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 自由自恨。 这时, 神差我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保全生命。 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 还有五年不能耕种, 不能收成。 神差我在你们已先来, 为要给你们存留后代在世上, 又要大师拯救, 保全你们的生命。 这样看来, 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 乃是神。 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 做他全家的主, 并埃及全地的宰相。 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 对他说, 你儿子约瑟这样说, 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 请你下到我这里来, 不要担言。 你和你的儿女孙子, 连牛群羊群, 并一切所有的, 都可以住在戈山地, 与我相见。 我要在那里供养你, 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 免得你和你的眷属, 并一切所有的, 都贫乏了。 况且, 你们的眼和我兄弟变雅敏的眼, 都看见, 是我亲口对你们说话。 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 和你们所看见的事, 都告诉我父亲, 又要赶紧地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 于是, 约瑟福在他兄弟变雅敏的景象上哭, 变雅敏也在他的景象上哭。 他又与众弟兄亲嘴, 抱着他们哭, 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 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 说, 约瑟的弟兄们来了, 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 法老对约瑟说, 你对你的弟兄们说, 你们要这样行, 把驼子抬在牲口上, 起身往迦南地去, 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 都搬到我这里来。 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 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 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 从埃及地带着货车去, 把你们的孩子和妻子, 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 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 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 以色列人就如此行, 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 给他们货车和路上用的食物, 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 唯独给汴雅敏三百块银子, 五套衣服, 送给他父亲公驴食匹, 托着埃及的美物, 母驴食匹, 托着两股鱼饼和食物, 为他父亲路上用。 于是, 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 又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 他们从埃及上去, 来到迦南地, 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 告诉他说, 约瑟还在, 并且坐埃及全地的宰相。 雅各心里发昏, 因为不信他们, 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 他们父亲雅各, 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货车, 心灵就苏醒了。 以色列说, 够了, 我的儿子约瑟还在, 趁我未死已先, 我要去献他一面, 创世纪第四十六章, 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道别, 是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 夜间, 神在意想中对以色列说, 雅各, 雅各, 他说, 我在这里。 神说, 我是, 神, 就是你父亲的神。 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 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 也必定带你上来, 约瑟必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 雅各就从别, 是巴其行。 以色列的儿子们, 是他们的父亲雅各, 和他们的妻子, 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货车上。 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 或才来到埃及。 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 雅各把他的儿子, 孙子, 女儿, 孙女, 并他的子子孙孙, 一同带到埃及。 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载下面。 雅各和他的儿孙, 雅各的长子是吕变。 吕变的儿子是哈诺, 法洛, 西斯伦, 加敏。 西勉的儿子是耶姆利, 雅敏, 阿霞, 雅金, 索霞, 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 历位的儿子是格顺, 戈侠, 米拉利。 犹大的儿子是尔, 俄南, 史拉, 法勒斯, 谢拉, 唯有儿与俄南死在迦南地。 法勒斯的儿子是西斯伦, 哈姆勒, 以撒加的儿子是陀拉, 普瓦, 约伯, 申伦。 西布伦的儿子是西列, 以伦, 雅利。 这是利亚在巴旦, 亚兰给雅各, 所生的儿子, 还有女儿底拿。 而孙共33人, 加德的儿子是喜飞云, 哈基, 舒尼, 以斯本, 以利, 亚罗底, 亚列利。 亚舍的儿子是因娜, 亦什瓦, 亦什维, 比利亚, 还有他们的妹子希腊。 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 马杰。 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西帕给雅各所生的儿孙, 共有16人。 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汴亚敏。 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伊法莲, 就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的。 鞭亚敏的儿子是比拉, 比杰, 亚什别, 基拉, 乃曼, 以西, 罗什, 母平, 护平, 亚勒。 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 共有14人。 但的儿子是护身, 拿弗塔利的儿子是雅靴, 姑尼, 耶瑟, 士郎。 这是拉班给他女儿拉杰的婢女, 匹拉给雅各所生的儿孙, 共有7人。 那与雅各同道埃及的, 除了他儿妇之外, 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 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 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 雅各打发犹大, 先去献约瑟, 请派人引路往戈山去, 于是他们来到戈山地。 约瑟套车往戈山去, 迎接他父亲以色列, 极致献了面, 就浮在父亲的景象, 哭了许久。 以色列对约瑟说, 我既得献你的面, 知道你还在, 就是死我也甘心。 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 我要上去告诉法老, 对他说, 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 从前在迦南地, 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 他们本是牧羊的人, 已养牲畜畏业, 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 等法老照你们的时候, 问你们说, 你们以何事为业? 你们要说, 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已养牲畜畏业, 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畏业。 这样, 你们可以住在戈山地, 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 创世纪第47章。 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 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 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 如今在戈山地。 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 引他们去献法老。 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 你们以何事为业? 他们对法老说, 你仆人是牧羊的, 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 他们又对法老说, 迦南地的饥荒甚大, 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 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 现在求你荣仆人住在戈山地。 法老对约瑟说, 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 埃及地都在你面前, 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 他们可以住在戈山地。 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甚魔能人, 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 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 雅各就给法老祝福。 法老问雅各说, 你的年岁是多少呢? 雅各对法老说, 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一百三十岁, 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 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 雅各又给法老祝福, 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 约瑟遵着法老的命, 把埃及国最好的地, 就是兰塞境内的地, 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 作为产业。 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 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 都是赵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 饥荒甚大, 全地都掘了粮, 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恶婚了。 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钱, 就是众人买粮股的钱, 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 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钱都无用了, 埃及众人都来献约瑟, 说, 钱都无用了, 求你给我们粮食, 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 约瑟说, 若是钱无用了, 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 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 于是, 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 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马群, 羊群, 牛群, 驴群, 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 就用粮食养活他们。 那一年过去, 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 对他说, 我们不瞒我主, 我们的钱都花尽了, 我们的牲畜也都归了我主, 我们在我主眼前, 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 一无所剩。 你何忍献我们人死地荒呢? 求你用粮食买, 我们和我们的地, 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 又求你给我们种子, 使我们得以存活, 不治死亡, 地土也不治荒凉。 于是, 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 埃及人因被饥荒所破, 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 那地就都归了法老。 至于百姓, 约瑟教他们, 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 都各归各城。 唯有祭司的地, 约瑟没有买, 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凤, 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凤, 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 约瑟对百姓说, 看啊, 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 看啊, 这里有种子给你们, 你们可以种地。 后来有土产的时候, 你们要把五分之一那给法老, 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理的种子, 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 他们说, 你救了我们的性命, 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 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 于是, 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律法, 直到今日, 法老必得五分之一, 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 以色列住在埃及的戈山地, 他们在那里制了产业, 并且生育甚多。 雅各住在埃及地十七年, 雅各平生的年日是一百四十七岁。 以色列必死的期限临近了, 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 说,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用慈爱和诚实带我, 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 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 你要将我带出埃及, 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 约瑟说, 我必遵着你的话而行。 雅各说, 你要向我起事。 约瑟就向他起了事最大。 于是, 以色列在床头上屈身, 创世纪第四十八章。 这些事以后, 有人告诉约瑟说, 你看, 你的父亲病了。 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 和以法连同去。 有人告诉雅各说, 请看, 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 雅各对约瑟说, 神权能者曾在迦南地的露丝 向我显现, 赐福于我, 对我说, 看啊, 我必使你生养众多, 成为多民, 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永远为业。 我未到埃及献你之先, 你在埃及地所生的 伊法连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 正如铝变和西缅是我的一样。 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 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的产业。 至于我, 我从巴旦来的时候, 拉结死在我眼前, 在迦南地的路上, 李伊法他还有一段路程, 我就把他葬在伊法他的路上, 伊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 就说, 这是谁? 约瑟对他父亲说, 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 以色列说, 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 我要给他们祝福。 以色列年纪老迈, 眼睛昏花, 不能看见。 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 他就和他们亲嘴, 抱着他们。 以色列对约瑟说, 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 不料, 神又是我得献你的儿子。 约瑟把两个儿子, 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 自己就脸浮于地下拜。 随后, 约瑟又拉着他们两个, 以法连在他的右手里, 对着以色列的左手, 马拿西在他的左手里, 对着以色列的右手, 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 以色列伸出右手来, 按在以法连的头上, 他是幼子, 又故意将他的左手 按在马拿西的头上, 马拿西原是长子。 他就给约瑟祝福说, 愿我祖亚伯拉罕 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 神就是一生 牧养我直到今日的, 神就属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天使, 赐福与这两个男童。 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 和我祖亚伯拉罕 我父以撒的名下, 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 约瑟见他父亲 把右手按在以法连的头上, 就不喜悦, 便提起他父亲的手, 要从以法连的头上 挪到马拿西的头上。 约瑟对他父亲说, 我父不是这样, 这本是长子, 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 他父亲不从, 说,我知道, 我儿,我知道, 他也必成为一族, 也必长大, 只是他的小兄弟将来必比他还大, 他的后裔要成为多族。 他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 以色列要指着你们祝福说, 愿神使你如以法连, 马拿西一样。 于是立以法连在马拿西一上, 以色列又对约瑟说, 看啊, 我要死了, 但神必与你们同在, 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 并且, 我从前用弓用刀, 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 我都赐给你, 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分, 创世纪第四十九章, 雅各叫了他的儿子们来, 说, 你们都来聚集, 我好把你们幕后的日子 避遇的是告诉你们。 雅各的儿子们, 你们要聚集而听, 要听你们父亲以色列的话。 吕变啊, 你是我的长子, 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 本当大有尊荣, 权力超重。 但你放纵情欲, 滚沸如水, 必不得居守卫, 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 污秽了我的态。 西勉和立位是弟兄, 他们的住处满了残忍的器具。 我的魂啊, 不要与他们同谋, 我的尊荣啊, 不要与他们联合, 因为他们在怒中杀害人命, 任意挖下强缘。 他们的怒气爆裂可咒, 他们的愤恨残忍可阻, 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 散住在以色列地中。 犹大呀, 你弟兄们必在没你, 你手臂掐住仇敌的景象, 你父亲的儿女们必向你下拜。 犹大是个小狮子, 我儿啊, 你抓了十遍上去, 你屈下身去, 卧如公狮, 敦如老狮, 谁敢惹你。 王权必不离起犹大, 设立律法者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戏罗来到, 被昭据的众民都必归顺他。 犹大把小驴捆在葡萄树上, 把驴居捆在美好的葡萄树上。 他在酒中洗了他的衣服, 在葡萄血中洗了他的袍挂。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 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西部伦必住在海口, 必成为停船的海口, 他的境界必沿到西顿。 以撒加是个强壮的驴, 卧在两单之间。 他以安居为家, 以肥地为美, 贬低兼备众, 成为浮苦的仆人。 但必判断他的民, 做以色列支派之一。 但必坐道上的蛇, 路中的癸蛇, 咬伤马蹄, 使骑马的坠落于后。 耶和华啊, 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 加德必被敌军所胜, 他却终究胜过他们。 亚舍之地, 必出肥美的粮食, 且出君王的美味。 拿福塔利是被释放的母鹿, 他出家美的言语。 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枝条, 是井旁多结果的枝条, 其枝子探出墙外。 弓箭手将他苦害, 向他射箭, 恨恶他。 但他的弓仍旧坚硬, 雅各大能地, 神使他绑壁健壮。 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 以色列的石头。 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 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 地里所藏的福, 以及怀胎如氧的福, 都赐给你。 你父亲所住的福, 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 如永世的山岭至极的边界, 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 临到那与弟兄分别之人的头顶上。 电雅敏是个撕掠的狼, 早晨要吃他所抓的, 晚上要分他所夺的。 这一切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 为他们所住的福, 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 他又嘱咐他们说, 我将要归到我本民那里, 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 与我祖我附在一处, 就是在迦南地曼历前, 麦比拉田间的洞, 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喂叶, 做坟地的。 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 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家, 我也在那里葬了丽亚, 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 雅各嘱咐众子已毙, 就把脚收在床上, 弃绝而死, 归到本民那里去了, 创世纪第五十章, 约瑟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 与他亲嘴。 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 用香料熏他父亲, 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 熏时要满四十天, 那四十天满了, 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 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 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 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温, 请你们报告法老说, 我父亲要死的时候, 叫我起誓说, 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 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 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 以后我必回来。 法老说, 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 将他葬来。 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 与他一同上去的, 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 并埃及国的长老, 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 并他父亲的眷属, 只有他们的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戈山地。 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 那一帮人甚多。 他们到了约旦河外, 亚达的河长就在那里大大的嚎跳捅哭。 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 迦南的居民县亚达河长上的哀哭, 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大的哀哭。 因此那地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外。 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伴了, 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里前, 麦比拉田间的洞里, 那栋河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喂叶, 做坟地的。 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 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 约瑟的哥哥们献父亲死了, 就说, 或者约瑟怀恨我们, 就必定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报复我们。 他们就打发人去献约瑟, 说, 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 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 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 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 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 他们对约瑟说这话, 约瑟就哭了。 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 说, 看哪, 我们是你的仆人。 约瑟对他们说, 不要害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想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于是约瑟用恩言安慰他们。 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 约瑟活了110岁, 约瑟得现以法连第三代的子孙。 玛拿西的孙子, 玛吉的儿女也养在约瑟的膝上。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 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领你们从这地上去, 到他启事所应许给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之地。 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事说,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约瑟死了, 正110岁,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 把他收敛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